第199章达到行星级的秘法 当晚李奥 维尼娜夫妇在惊慌中被逮捕 直接连夜押送到极限武馆全球总部 而罗锋和徐昕 这对年轻情侣却是依偎在一起 倾诉这一年多来的思念 今晚在这里睡 罗锋搂着徐昕轻声笑道 想得美 徐昕称道 随即低头看看手表时间 已经深夜十二点了 罗锋 送我回去吧 好 罗锋笑道 两人轻逆称聊了这么久 情绪都平静不少 搭乘智慧战机 离开扬州城明月小区 前往主事区徐家 仅仅几分钟智能战机 就来到徐家的上空数千米处 高空中智慧战机内 罗锋 我要你保证 以后做有危险的事情前 必须得先告诉我徐昕盯着罗锋 我不会阻挠你的事业 你的追求 可是 我需要知道你的状况 徐昕罗锋连点头 好 我以后会告诉你的 之前 我只是不想你担心 我愿意为你担心我 想 为你担心 徐昕盯着罗锋 但我最怕的是 你一切都不告诉我 罗锋微微点头 心中一阵暖暖的 自己这个女友虽然出身大家族 但大家族的精英教育 也让女友很聪明 很善解人意 网络上也是有说 有些女人常常粘着人 不给一点空间 有的女人常常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 纠缠不休 但徐昕却不是那种人 这让罗锋很庆幸 对了 这次你退学了 还能再入学吗 罗锋问 我办的是退学 不是修学正规管道 很难再入学的 除非透过家族的一些人脉关系 徐昕摇头道 反正我也不在乎一纸文凭 在大学两年多时间 本专业的知识 我已经学得差不多了 大学生活也经历了 够了我准备自己创业 开一家公司 开公司 罗锋一愣 嗯 徐昕点头 家族那是准备让我接手一些事的 不过 我没想立即接手 不管做什么 还是一步步从小做起的好 我自己先创业 在实践中总结经验 将来再逐步接手家族生意 哦 我罗锋女朋友 还是个女强人呢 罗锋笑了 你不喜欢 徐昕看向罗锋 喜欢 毕竟身为舞者 很多时候是不能陪你的 就算将来我们结婚 我也不想你当家庭主妇 没自己的事业 罗锋说道 现如今的年轻人 爱情观都是这样 夫妻二人一般都是要有工作的 没事业 人活得就很没劲 谢谢尊敬的罗锋议员 理解小女子的心思 徐昕一笑 做了一个古时候女子行李的动作 做完这个动作后 徐昕自己倒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送徐昕回家后 罗锋的心情一直很好 扬州城明月社区 罗锋家练舞厅内 深夜十分罗锋盘膝静坐 效率真高 罗锋看住辅助光脑上收到的讯息 这么快就将李奥 维尼娜二人逮捕了 嗯 明天下午十五点三十分分 极限武馆全球总部的最高法庭 李奥 维尼娜 明天 我和你们算是一个聊断了 关闭这条消息 现如今 罗锋其实根本没将 突救毒蝎夫妇当成对手 地位不同 眼界不同 或许当年在荒野区狼狈逃窜的青年 突鹰毒蝎天价悬赏时 还心中恐惧 谨慎 小心无比 可是经历精英训练营 误导九号古文明遗迹的一系列成长后 那突鹰毒蝎 已经不再是这位青年的对手了 所谓的古文明遗迹 听光头水晶人的说法 应该是宇宙中的一些种族留下的 如九号古文明遗迹 是与莫星主人留下那与莫星 显然是茫茫宇宙中的一颗星球 罗锋心中莫名感到一阵危机 宇宙中的一些种族 能在这留下一计 代表某一天 宇宙中的种族会降临 到时候对地球人类是服侍祸就难说了 而且光头水晶人也说了 将来 地球被宇宙中一些国家 发现我的实力越高 将来混得就越好 甚至于能帮助到自己祖国 罗锋前意识中 已经不再将地球上的怪兽种族 当成对手 地球的真正危机 是在宇宙中 跟宇宙中一些强大国家 强大种族相比 地球现在的确很弱 连行星级强者都少得可怜 至于地球所谓的高科技 在宇宙文明中更是不值一提 我现在要做的 就是如同光头水晶人说的 努力 先以红雷神为追赶目标 努力超越他们 成为地球上最强者 罗锋双眸 灵力 当初光头水晶人 在罗锋的辅助光脑上 留下了突破到行星级的要诀 不过今天 罗锋回来 先是忙着对付秃鹰里药 后来又是安慰自己的女友 根本没时间来看 现在一空闲下来 罗锋立刻开始翻阅 地球上现在都找不到 突破到行星级的有效方法 罗锋充满好奇渴望 很快就从互必光脑上 找到了那一份要诀 仔细阅读起来 学徒集 宇宙中茫茫然不计其数 从学徒九阶跨入行星级 是生命层次跃升的最重要一环 也是最基本的一环 一旦跃过 就从学徒集 正式成为一名宇宙中的基因舞者 精神念师 本篇讲述 如何成为行星级一阶精神念师的方法 精神念力 其实也可以说精神力 灵魂之力 人体 主要分为肉体和精神 或者说是肉体和灵魂 精神和灵魂 其实是一样的 精神灵魂 分为精神力 灵魂之力和意识 其中精神力够强大的时候 就可以离开石海 控制外界物质 渗透进入其他生物的石海 等等够强大的精神力 也就是精神念力 学徒九阶的精神念力 怎么突破到行星级呢 首先 精神念力强度达到学徒九阶巅峰 其次就是意识 精神 分为精神念力和意识 其中精神念力遍布整个石海 是有形的存在 而意识 却是虚无不可触摸的存在 这意识 到底是什么 它到底又有什么用途 可以这么说 精神念力 是小兵 而意识就是统帅 整个军队的战斗力 一是看小兵 二是看统帅 最简单的情况 一个普通人精神亢奋的时候 能举起更重的物体 而精神低迷的时候 可能所能举起重量 只有平常一半 这两种情况 肉体力量一样 就是精神意识的亢奋和低迷 两种状态 导致不同战斗力 意识对武者重要 一个道理 意识对精神念试一样重要 厉害的统帅 调兵浅将更强 同样的学徒九阶 意识强大的 可以精确操控石柄暗器 乃至于更多的暗器 而意识差一点的 只能控制四柄 五柄暗器 这就是意识的区别 意识的锻炼方法 有很多种 例如吃尽苦头 吃尽困难 武者们意志变得坚定 岂是坚定意志 也是意识强大的一种表现 当然那是很粗糙的方法 意识的锻炼秘法 在宇宙中有很多 我与墨星最主流的 就是掌控石流派秘传 基础312式 幻术石流派秘传 基础186式 两种流派 一为阳刚 一为阴柔 效果都极佳 当然 靴徒们天赋不一样 有的脑欲扩度低 有的脑欲扩度高的 超过20 买至于超过30 超过40的 脑欲扩 度高 他们想要突破 难度也更高 可强大的意识 也会令他们以后 成就更高 不过当意识 精神念力 都达到要求 那么下一步 就是突破了 都达到界限 随时可能突破 但是时间不定 这时候有三种办法 第一种 等待机遇到来 或者遇到某种情况 情绪一激动 意识亢奋一下 就突破了 也可能等上三五年 都没突破 第二种 继续强化意识 强大的意识 可以瞬间 让精神念力突破 第三种 就是本篇要讲述的 九九断神 分为九九八十一道过程 每一步需要一个半小时 进行这九九断神 中途一旦停歇 就得从头再来 所以必须一气呵成 一旦完成八十一步 即可突破为行星级 下面 就是九九断神的详细方法 罗峰看得心中激动不已 这光头水晶人留下的秘诀 绝对是至宝 比红给自己的精神念识基础 好得多 翻译后的语言 简单无比 从根本上解释了 精神念识的能力 来源精神 也就是灵魂 这精神分成精神念力 和意识两部分 意识是统帅 精神念力是小兵 嗯 按照光头水晶人说的 我的意识 精神念力都达到界限 随时可能突破 可是 我傻乎乎地等 谁知道等到什么时候 罗峰瞬间决定 就按照这九九断神修炼 罗峰根本不知道 就算是在茫茫宇宙当中 能够从学徒九阶 突破到行星级的秘法 也都是极为珍贵的 一些强大的宇宙种族 宇宙国度 是不会舍得外传的 每一步都要1.5小时 一共是81步 也就是需要五天 多一点点 罗峰深吸一口气 明天就开庭了 时间不够 等审判结束后 秃鹰独蟹夫妇 被执行死刑后 我在一七课程 完成这九九断神 再看看这遁天秘法 赵光头水晶人说的 只有透过遁天秘法 才能真正发挥 顿天缩威力 或许这一页功夫 我就能修炼提高不少 罗峰心意移动 只见他身上的黑色 背心表面 立即浮现出 一本泛注点点星光的秘籍 正是在那古文明遗迹中 得到的顿天秘籍 一直被罗峰收藏在 黑神形成的背心夹层中 第二百章 顿天缩三大形态 顿天秘诀 罗峰低头看住手中的书 得到这本秘籍后 还从来没有认真看过 这本秘籍书籍的纸张 是黑色的特殊材质 根本不像现如今地球上 任何一种材质 而封面上的点点星光 更是有着一股淡淡的 可是仔细查看 不免让人心惊的气息 一本书都弄这么特殊 罗峰掀开第一页 此为宇墨星掌控 是一脉秘诀 习恋者 却不可将这秘诀外传 传给宇墨星内部 其他成员 法苦易60年 若使传到宇墨星外部 杀无射 短短一段话 让罗峰看得心中震惊 显然这与墨星 是个非常严密的组织 连内部成员 都不能乱传秘诀 至于传到外界 更是禁忌 我透过考核死亡任务 那光头水晶人 显然是将我认定为 与墨星成员了 罗峰翻开第二章 遁天秘诀 是使用遁天梭的 独有秘诀 遁天梭为 我与墨星主人 胡炎博 所创念力兵器的其中一种 但是唯有配合遁天秘诀 才能发挥 遁天梭真正威力 使用遁天梭 即可让我与墨星一脉的 念力掌控师 足以越界击杀敌人 遁天梭一共有三大形态 第一形态 阵伏 程度达到12 即可修炼 第二形态 阵伏程度达到30方可修炼 第三形态 为遁天梭终极形态 需要达到宇宙级 拥有自己领域 阵伏程度达到48方可修炼 遁天秘诀 讲述第一形态的内容 可以直接翻阅 讲述 第二形态的内容 阵伏程度达到30 才有能力翻阅 而讲述第三形态的内容 精神念力达到宇宙级方可打开 下面 讲述的便是第一形态秘诀 罗锋 看完这一页 哭笑不得 看起来似乎这本秘籍 自己想要全部翻阅一遍 都不太可能了 试试看 罗锋试着迅速翻开一张张纸 黑色的特殊材质的纸张 一张张翻过 不过翻阅到大概三分之一厚度的时候 罗锋就再也无法翻动了 就彭扶下面三分之二厚度的密集 牢牢粘靠在一起似的 而罗锋所能翻阅的最后一张纸张上 有着很炫耀复杂的图路旁边 还有一行字 精神念力融入图路之中 成功即可翻阅 顿天梭第二形态内容 貌似很玄的样子 罗锋盯着这幅图路 心中一动 念力就延伸进入图路之中 轰 瞬间精神念力陷入一个宇宙 这一刻 罗锋彭扶化身为其中一颗星球 茫茫宇宙 彭扶陷入大毁灭时刻 无数的星球朝罗锋疯狂飞来 成千上万 不计其数 毁天灭地般的场景 让罗锋惊颤 连使用精神念力控制一颗星球 欲将它们隔挡开 轰隆 不到一秒钟 罗锋就被无数星球砸成粉碎 那一股精神念力直接被绞杀 呼呼 罗锋额头冒汗 看住眼前的这幅图路 心有余悸 什么玩意 幻境 罗锋震惊不已 地球上的精神念师 还从来没听说谁 能弄出这么逼真的幻境 看来果真如同秘技说的一样 必须振幅程度达到30 才能翻阅第二形态内容 而我现在的振幅程度是16 还差得很远 罗锋在九号古文明遗迹中也清楚 能够保持最强威力 控制多少把暗器 就代表振幅程度 罗锋振幅程度为16 放眼整个地球 现如今还没有一个精神念师 比他还强的 当然在茫茫宇宙中 罗锋这点成绩就差得太远了 只能在地球上炫耀一番罢了 顿天缩分为攻击形态 防御形态 飞行形态 其中顿天缩 第一形态的飞行形态 为顿天缩本体 攻击形态为钻山锥 防御形态为重山顿 第一形态 一共分为三层境界 第一层 振幅程度达到12方可修炼 第二层 振幅程度达到18方可修炼 第三层 振幅程度达到24方可修炼 顿天分为三大形态 每种形态都有三层 也就是说一共有九层境界 而罗锋现如今振幅程度为16 只能修炼第一形态 第一层 厉害 了不起 这与墨星主人 忽炼博到底怎么想的 这都想得出来 罗锋随着阅读 顿天缩365个刀片上的复杂文痕 原来具有这样的作用 不过原理是什么 罗锋看到后面也没看懂 就好像使用冲锋枪 密集只会告诉你怎么使用冲锋枪 而不告诉你怎么制造冲锋枪 这顿天缩上并没讲述制造的原理 厉害 太厉害了 罗锋有些心神激荡 我现在就去荒野区 试着修炼第一层 这深夜时分 罗锋脚踏顿天缩就直接飞出明月小区 化作一道流光迅速飞出扬州城区域 来到荒野区 距离扬州城大概300多公里外 一道人影从天而降 毫不保留的精神念力浮散开来 令那荒凉破败的高速公路上 一些觅食的怪兽们 慌忙逃窜开去罗锋摇看百公尺外的一座丘陵 那层缩状的顿天缩 瞬间分解为365个弯曲极为薄的刀片 无数刀片悬浮在罗锋身前 组合 钻山锥 罗锋目光一鸣 刷 365个刀片瞬间聚集在一起 汇聚成一体 形成了一个圆锥 圆锥表面还有一圈圈螺旋 就庞扶工人们用来钻墙的电钻 不知道第一次能不能成功 罗锋脑海中迅速掠过操控钻山锥的秘法 破 罗锋盯着远处丘陵 十二股达到罗锋极限的精神念力 立即沿住钻山锥上的秘纹催动起来 原本银灰色的顿天缩 顿时浮现到到金色丝纹 每一道金色丝纹都带着让人心惊的力量 就庞扶要撕裂天地似的 一共十二道金色丝纹从钻山锥底座弥脉延伸 朝那钻山锥尖端延伸 其中一道最先抵达 是 十二道金色丝纹瞬间崩散 钻山锥又恢复成原本银灰色 操控失败罗锋 无奈摇头 再来 是 十二道金色丝纹再次崩散 论境界 罗锋现在极限是能操控十六把暗器 保持最强威力 所以现在操控十二股精神念力 催动钻山锥还是比较轻松的 一次性就催动起十二道金色丝纹 可是要让十二道丝纹完美的同时抵达尖端 就颇有难度了 幸亏罗锋振幅是十六 远超过要求 学习这第一层容易点 若是振幅是十二 刚达到要求的精神念诗 恐怕要花很久才能成功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罗锋一次尝试 原本黑漆漆的天空 渐渐的有了一丝蒙蒙亮 寒冬的雾气弥漫 荒野中 破败高速公路上 独有着怪兽出没的影子 这些怪兽们看到那神秘男子的身影 特别是看到他周围的一圈怪兽尸体 就再也没怪兽胆敢靠近了 天蒙亮 渐渐的 东方的云泛起红色 终于 太阳从东方微微冒出头 破 罗锋双眼如电 盯着眼前的钻山锥 银灰色的钻山锥表面复杂纹痕 瞬间催动出十二道金色丝纹 犹如电蛇 十二道金色丝纹瞬间延伸到钻山锥尖端 完全是同一刻抵达 当十二道金色丝纹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就庞扶天雷勾动地火 十二道金色丝纹瞬间缠绕旋转 昂 钻山锥化作一道金光旋转住破空而去 速度瞬间飙升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钻山锥化作的金光 就庞扶摧枯拉朽一般 直接刺入那座丘陵 轰隆 顿时烟尘弥漫 钻山锥从遥远处绕了一个圈飞了回来 远处丘陵的烟尘消散 整个丘陵竟然崩塌大半 在钻山锥强烈钻透 撕裂的力量下 丘陵也只剩下一半高度 好快的速度 好强的钻透力 速度比我平常攻击 快了最起码一半 照密集所说 钻山锥第一层 威力是我平常攻击的三倍左右 而行星级二阶是行星级一阶的一倍 也就是说 平级钻山锥 我的攻击力就比一般的行星级二阶要强 罗锋心中激动无比 这就是有背景的精英 和没有师诚的舞者的差别 地球上几乎所有的舞者 精神念师都没有师诚 一个个埋头苦修 啥也不懂 就算得到念力兵器也不会用 罗锋呢 成为与莫星一员 立即拥有秘传基础312式 让罗锋的振服程度大为提升 又得到顿天秘诀 令攻击力大为提升 两方面一提升 令他一个学徒九阶的精英 就能越阶和行星级二阶一战 这就是有师诚 有背景的好处 罗锋花费五个多小时 修炼成功钻山锥第一层 又花费三个小时左右 修炼成重山盾第一层 自此 罗锋就算和宇宙中一些 大势力精英学徒们比 也差不到哪里去了 拥有与莫星传承 再等我成为行星级一阶 其他一员对我根本没威胁 实力的急速提升 让罗锋心中有些激动 可是 也有着一些莫名的担忧 自己仅仅得到 与莫星的入门传承而已 就能一下子变得这么强 宇宙当中强大的种族 国家一旦真的到来 地球有反抗能力吗 不想这些了 罗锋立刻脚踏顿天缩 迅速回扬州城 第201章死刑 2058年12月27日下午 极限武馆全球总部外的停机坪上 大量的或是飞碟型战机 或是智能战机 每一架都价格昂贵 罗锋的那一架王级智慧战机 在这只能算是中游水准 一点都不显眼 因为 今天超过30名议员来到了这件事 15点10分 总部那巨型飞船建筑内的最高法庭内 聚集了地球上超过一半的议员强者 以及少数有地位的战神 罗锋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拜格雷夫议员 在罗锋好友柳和巡察使的介绍下 罗锋和地球上一些大名鼎鼎的厉害人物 一个个见面 这些议员们 一个个也很给这位极限武馆即将任命的 第六位巡察使面子 这位是朱喜议员柳和孝道 也是我们华夏人 朱喜议员 你好罗锋伸手 罗锋议员 你好 身材精瘦的阴沟鼻男子朱喜 也和罗锋握手 看起来这一幕和之前罗锋认识其他人没区别 可罗锋心中却是唏嘘不已 当年那位战神陆刚死去 朱喜议员抵达去参加悼念会证件 商界 军方 武者圈诸多大人物恭敬迎接的一幕 给当时还在火锤小队的罗锋很大的震撼 一转头 自己也成了议员 罗锋 你看 那边那位头发花白的 整个人没一点活人气息的 是沿海议员柳河压低声音 他虽然是我们华夏人 可是他跟李耀交情非常好 你这次弄死李耀 算是跟他结下了仇怨 想让他跟你关系交好 难了 他的实力很厉害 有资格冲击 第五一掌席位的 不过你放心 他也不敢来招惹我极限武馆柳河低声道 当然 没事也别去招惹他就成 罗锋看了一眼 只是笑笑 沿海一员 别说是沿海 就算是第三一掌 第四一掌 第五一掌 等自己回头进行九九断神 跨入行星级一阶 也不会是自己对手 远处的沿海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罗锋 鼻腔中发出冷哼声 当年跟李耀在大涅槃时期 一同闯荡的经历 那可是真正的生死经历 沿海就将李耀 当成自己的孩子那种经历 接下来的感情的确很深 只可惜 对手是极限武管的人 沿海虽然有着一丝怨恨 却只能忍住 那就是罗锋 听说他操控暗器 最强冲击力能达到八百到九百万公斤左右 的确能媲美一些一员了 能媲美又如何 他毕竟还没突破 在地面在移动速度 奔跑速度上 还有各种战斗方式上 都赶不上我等灵活巧妙 真的跟一员厮杀 他恐怕一个都击败不了 有的一员能操控火焰 有的能操控 寒冰等等防不胜防 论攻击方式的确比他巧妙 在法庭旁听戏的一些角落 有些议员们低声议论住 在议论的同时 他们也在周围形成隔膜 防止传播出去 被罗锋听到 毕竟这些行星级强者 也不想跟罗锋结怨 只是心中有些淡淡的不屑 这一丝不屑 其实也是极度产生的 极度罗锋的潜力 能在战神巅峰 就达到如此的攻击力 将来罗锋突破为行星级 绝对会成为他们其中的翘楚 潜力高怎么样 现在真正跟我们斗 还是差一些的 这就是不少议员心中的想法 跟诸多议员交谈 可罗锋还是察觉到 这些议员们 跟自己保持一点距离 也就极限武馆的巡察使们 跟罗锋很是亲近 第一掌 第二一掌 来了 红和雷神 旁听席上议员强者们 和部分战神全部安静下来 只见从法庭侧门 一名黑衣男子 一名穿着白色长袍的光头和尚 一前一后 走向旁听席的最前面位置 黑衣男子红 旁扶将周围光线都吞噬一般 而光头和尚 却有一种让人 不由自主心颤的感觉 红 行星级六阶 雷神 行星级七阶 罗锋看住这二人 黑衣男子红 冷漠冰冷 白色长袍雷神 温和满是笑容 只是却让心生敬畏 这就是地球上的两大强者 论体素质 雷神是超越红的 不过红因为拥有自己的领域 实力上完全力压雷神 当红和雷神到来后 法庭很快就开庭了 罗锋坐在原告席上 而李耀 维尼娜夫妇带着手铐脚料 站在被告席上 审判两位高等战神 在历史上也很少见 下午16点20分分 法庭就做出宣判 李耀 维尼娜和波莱纳斯 指使他人谋杀一员家属 罪名成立 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被告席上的李耀 维尼娜都是脸色微变 其实早在审判前 他们就有这个准备了 罗锋 李耀 维尼娜两人死死盯住 原告席上的罗锋 罗锋只是冰冷地看了二人一眼 秃鹰毒蟹夫妇 竟然敢对付自己家人 自己错过一次 绝对不能再错第二次 不能让这样的祸患存在 让他们两人活着 是对自己家人安全的不重视 是对家人的不负责 李耀 交出黑神套装 两名议员强者 站在李耀面前 被告席上的李耀 看了一下法庭 这法庭中 议员强者就超过30位 还有第一一掌红 和第二一掌雷神在 可以说要杀他李耀 如翻手一般容易 李耀虽然不甘心 却只能将黑神套装 给逼到体外 交了出去 押送犯人去荒野区 执行死刑最高法庭上 审判官说 负责押送犯人 执行死刑的 是两位议员 分别是来自 极限武馆的议员柳和 和来自雷电武馆的议员 阿穆罕 而罗锋在要求之下 得以随同一起去 不准 咬牙切齿道 你万为人子 李耀一直沉默着 死死盯着罗锋 阿威 我没能帮你报仇 我没用 完了 完了 一切都完了 罗锋 罗锋 死料如果有鬼魂 我也不会放过你 李耀虽然一句话没说 可是心中 一直在愤怒咆哮 可是纵有千般恨 万般怨 当他李耀被杀后 一切都成空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就这么死 不甘心啊 李耀心中咆哮着 紧咬的牙床 都渗出丝丝血迹 乾坤及智慧战机缓缓降落 下去 李耀 维尼娜失魂落魄的 一步步走下 因为带着脚料 他们走路 只能一小步一小步地走 在这片荒野地中 李耀 维尼娜二人都站在那里 柳河旁边的阿穆罕医员说道 你杀李耀 我杀维尼娜 没问题 柳河微笑应道 阿穆罕一步步走向维尼娜 维尼娜面容精致 的确是美女 可是这位美妇人眼中满是怨恨 甚至于有着丝丝泪花 阿穆罕医员靠近的时候 太腰间的弯刀瞬间出窍 庞扶一道亮光划过 欲要避让的维尼娜 便身体一颤 一动不动啊 哗啦 头颅直接滚落下 无头尸体掉在地上 维尼娜李耀盯着维尼娜的尸体 不由痛苦闭上眼睛 死了一切都成空 我再狠再怎么样 也无用 也无用 我不甘心 真的不甘心啊 可是 死了都成空了 闭上眼的李耀 心中情绪激荡无比 或是愤怒不甘 或黯然失落 其实单单死亡 并不是很可怕 可是这么等待死亡 却是最煎熬人心的 前所未有激荡的情绪 令李耀身体都不由微微发产 李耀 唯妮娜 秃鹰毒蟹夫妇 罗锋瞥了一眼 唯妮娜尸体 又看向李耀 恩怨了结吧 罗锋 要不 你来杀 柳和看向罗锋 你动手吧 罗锋说 柳和笑了笑 就朝李耀走了过去 李耀整个人身体 都在微微发产 闭着眼 眼角似乎隐隐有着泪花 李耀 死去吧 柳和微笑开口 是 周围光线 猛的一扭曲 原本站在那不动的李耀 竟然猛的暴退上百米 啊 李耀仰头咆哮 双拳一用力 哗啦 手铐挣脱开来 双脚一用力 哗 脚料也碎裂开来 罗锋 李耀猛的冲天而起 我一定会杀你 一定会 想逃 罗锋猛的一声低贺 脚踏顿天缩 也迅速冲天而起 第二百零二章 李耀身死 追 柳和 阿穆罕两人没有丝毫犹豫 也立刻冲天而起 行星级强者都可以预空飞行 这是从学徒级 蜕变为行星级最大的一个特殊地方 不过在空中飞行 是无法利用双腿力量 所以飞行速度 是远远不及他们在地面上奔跑速度的 好快 罗锋的速度也很快 柳和 阿穆罕二人眼看着高空中李耀 罗锋一前一后 迅速飞入极高空 消失在视线范围内 这里要的特殊能力应该是光线 柳和骤霉道 跟管主一样 拥有光线特殊能力 他的飞行速度比我们会快很多 追不上了在宇宙当中 之所以将行星级武者定为真正的武者 是因为打倒行星级 武者才有他们真正的特殊手段 连接管主柳和连透过通讯手表下令 连接管主阿穆罕也要跟雷神联络 很快接通了 管主 那里要在行星关键时刻 突破为一元层次 而且特殊能力应该是光线 速度非常快 他刚才冲天而起 罗锋已经追过去了 我和阿穆罕都没能追上去 柳和立即禀报 阿穆罕也同样禀报 禀报完毕后 走 我们搭乘战机追柳和 这才让乾坤级智慧战机飞来 其实柳和等人很清楚 有智慧战机也没用 智慧战机飞行速度是远超议员强者 可是当智能战机追上后 柳和 阿穆罕如果要杀李耀 还是要从智能战机中飞出来 去追杀李耀 但速度不如李耀 追也是白追 极限武馆全球总部 宴会厅 这次三十多名议员到来 极限武馆当然不可能就这么让诸多议员强者跑来又跑回去 专门在宴会厅举行一场宴会 对议员强者而言 两个战神的死 只是一点小事而已 唯一对此很介意的可能只有沿海 什么 宴会厅中 黑衣男子红面色微变 突破了 光头和尚雷神接到通知也吃了一惊 整个宴会厅一下子都安静了下来 黑衣男子红直接下令妖娆弗拉基米尔 再轻微妖娆连上前一步 再一名黑人也上前一步 你们两人乘坐我的红荒级智能战机 立即去帮助罗锋击杀李耀 黑衣男子红下令到 李耀现在已经突破 达到一元级别 他的特殊能力是光线你们俩速出发 是 妖娆和弗拉基米尔巡查时二人 迅速离开宴会厅 乘坐红荒级智能战机前往荒野区 整个宴会厅一下子沸腾了 李耀突破了 死前突破 这里要够厉害的 而且特殊能力还是光线 议员们低声说着 诸多议员中角落中的沿海 一张老脸上难得有了一丝喜意 按道 小秃鹰 你这次可千万抓住机会逃掉啊 第一议长命令弗拉基米尔二人 去辅助罗锋 难道罗锋在追杀李耀 这李耀特殊能力是光线 飞速速度比大多数议员都快 罗锋竟然敢去追 这罗锋太不自量力了 他攻击力比你一般议员 可那李耀现在攻击力不比他弱 而拥有特殊能力光线 他的灵活性极为惊人 罗锋这次惨了 议员们有为李耀感到遗憾的 李耀如果在审判 之前 突破 就绝对不会是死刑 现在突破也晚了 也有暗中认定罗锋不自量力的 不就是十六柄暗器冲击力超过八百万公斤吗 竟然敢去追杀一名议员 红哥 罗锋这个小家伙太大胆了 光头合上雷神 微笑说 有点鲁莽了 黑衣男子红皱眉 现在的他 不是李耀对手 他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哎 还好培养培养 毕竟太年轻 嗯 罗锋 这小家伙是个好苗子 好好培养很有前途 将来遇到一些关键大事 他或许会成为我们的壁柱雷神微笑 黑衣男子红微微点头 他潜力很高 再过十年二十年 或许能成为第三一掌 前提是他得有毅力 在地球上最强两位强者眼里 罗锋很有潜力 可是 现在还不够 这次 他太鲁莽了 黑衣男子红微微摇头 显然罗锋这次行动 他很失望 高空 平流层 这就是超越战神的存在 这就是一员的实力 急速飞窜在高空中的李耀 忍不住激动狂笑 好强大的力量 我的灵活 爆发力比过去强好多 李耀一挥拳 空气都炸裂开 有蜕变的元能做缓冲 全力爆发明显容易得多 难怪一员强者 一个个那么厉害 而后方 秀 一道流光迅速追来 李耀 一道怒吓 罗锋 李耀眼角余光撇到罗锋 不由凶光闪烁 竟然悬浮在半空 摇看罗锋 而脚踏顿天缩的罗锋 也停下 悬浮在李耀对面 都是你 因为你 我儿子死因为你 我妻子也死了 今天我就让你知道 超越战神的存在的实力 李耀破烂的衣服下 全身肌肉犹如雕刻 线条完美 他盯着罗锋的眼神中 满是杀意 脚踏顿天缩 体表黑神套装形成作战服 带着战亏的罗锋 冷漠得很 超越战神的存在 行星级一接罢了 李耀 你注定还是要死在我手下 罗锋默默看住李耀 狂妄 李耀抱贺一声 而这时候柳河 阿穆罕两位一员乘坐的 甘坤级智能战机 已经悬浮在远处 不过因为柳河 阿穆罕速度不如李耀 并没有急着冲出来 毕竟就算冲出来 也碰不到李耀的衣角 他们只是负责追踪 只要不追丢了 等红派遣的人过来 就能轻易杀死 秃鹰李耀 罗锋 罗锋 赶紧上战机柳河声音传来 罗锋和李耀 却是半空盯着对手 罗锋 你太年轻 太狂妄 今天 你死就是死在你的狂妄上 李耀冷笑一声 随即他微微伸出左右双手 只见李耀左右双手上 渐渐浮现一丝光芒 就彭扶两柄刀式的 而且双手都变得有些模糊 罗锋的顿天梭 已经悬浮在身体前方 双脚延伸出黑色踏板 悬浮在半空 默默看住李耀准备绝招 黑神套装虽然很厉害 可是你的身体 只是高等战神水准 李耀露出一丝诡异笑容 竟然闭上了眼睛 逐渐的他全身 都渐渐浮现一丝丝光芒 整个人就彭扶 笼罩了一层金光似的 这一幕让智慧战机上柳河 阿穆罕两人吃惊 一来就拼命 柳河按惊 这李耀果然跟罗锋 是有死仇 宁可重伤 也杀死罗锋身为行星级强者 柳河 阿穆罕很清楚李耀在做什么 全身沐浴在金光下的李耀 突然 动了 秀 宛如一道红光 射向罗锋 李耀 死罢 罗锋悬浮在半空 略微一挥手 刷 顿天梭瞬间变形为钻山锥 在十二股强大精神念力 融入密文催动之下 立即诞生十二道金色丝纹 迅速窜到钻山锥尖端 形成一股不可思议的钻透力 钻山锥就彭扶拥有一万吨 火药爆炸的冲击力 啊 顿天梭钻破空间一般 化为一道金光 速度达到不可思议地步 恐怕就是行星级九阶 都不一定比这钻山锥 形态下的顿天梭要快 什么 李耀脑海只来得及有个惊恶 来不及其他思考 轰 在绝对压倒的速度下 来不及思考 来不及闪躲 准备爆发绝招的李耀 就被钻山锥轰得将胸口 钻出一个大窟窿 而钻山锥那种旋转的撕裂力量 更是将李耀整个尸体 瞬间撕裂的粉碎 鲜血血肉飘洒 化 钻山锥瞬间分解 变形为钻天梭 飞回罗锋脚下 李耀 死 在刚刚突破为超越战神的存在 意气风发 又要报仇的时候 直接被罗锋击杀 就这么死了 钻天梭分为三大形态 第一形态的钻天梭 可以变形为钻山锥 中山盾 而第二形态的钻天梭 唯有阵幅达到30 才能修炼 至于第三形态的钻天梭 更是达到宇宙级 阵幅达到48 拥有自己领域才能修炼 或许第二形态的钻天梭变形 更加夸张 可是 第一形态基础变形为钻山锥 中山盾 单单第一层 威力就很让罗锋满意了 天啊 不远处的柳河呆滞了 大饭天在上 我 我 阿穆罕也吓住了 一名一员级强者 竟然被一道金光击杀了 罗锋刚才动作太快 瞬间让钻天梭变形进行攻击 连柳河 阿穆罕都没看清 罗锋发出的那道金光到底是什么 只是看到 李耀看似威力十足的一次攻击 还没跑到罗锋面前 整个人就被轰成了炸 管主 管主柳河连忙连接 管主阿穆罕也是如此 双方都接通了 柳河 罗锋没事吧 赶紧让他上战机 让他冷静冷静 别鲁莽刚接通 红就立刻吩咐 管主 李耀被罗锋杀了 柳河吞了咽喉咙说 第203章 那叫钝天梭 通讯手表那边的管主 红沉默片刻 才忍不住问道 你说李耀被罗锋杀了 是的 管主柳河也一头雾水得很 那罗锋虽然能掌控十六柄暗器 可是再厉害 一名高等战神巅峰的精神念师 能够媲美一元机强者 就算了想要击杀 简直是做梦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 柳河根本无法相信 管主 我确认我看到了 罗锋控制顿天梭 瞬间化为一道金光 射杀李耀柳河说 顿天梭 金光 通讯手表那边 红略微沉吟 然后下令道 柳河 马上带罗锋回总部 是 柳河应道 还有 之前你的智慧战机 应该将战斗场景 记录下来了吧 发给我红命令道 是柳河应命 在柳河的旁边 那位雷电武馆的巡察士 阿穆罕 也刚跟雷神 禀报完毕柳河 阿穆罕两人相视一眼 都转头看向外面 半空中的罗锋 舱门已经开启 李耀被我杀了 罗锋俯瞰无尽长空 心中复杂万分 自从将 顿天梭第一形态 第一层炼成后 一般的行星级一阶舞者 罗锋根本没放在眼里 那里要虽然突破了 可是连黑神套装 都没有的李耀 罗锋当然有十足 把握击杀 可是当真正击杀的一瞬间 罗锋心中情绪复杂得很 李耀 和自己的仇恨 纠缠了很久 自己还是个 处处茅庐的舞者时 李耀就如同一座大山 在自己面前 让自己心生恐慌一步步 随着自己成长 李耀威胁逐渐减低 而这次因为父母的事情 自己才一怒 让李耀必须死掉 这才击杀 罗锋 想什么呢 哈哈 是不是一下子击杀了李耀 很有成就感 远处智能战机舱门处 柳和喊道 来了 罗锋一笑 就脚踏顿天梭 飞了过去 进入舱内后 舱门关闭 回总部 柳和下令 这一架智慧战机 立刻转头迅速飞去 舱内 罗锋能感觉到柳和 阿木喊二人 看自己的目光都不一样 不由一笑 柳和 你们这么看我干什么 厉害啊厉害 竟然能击杀一元级舞者 柳和盯着罗锋 佩服别扭的汉语 从阿木喊口中说出 还竖起大拇指 没什么 只是那里要没有黑神套装 如果有黑神套装 我想杀死他 就很难了 罗锋微微一笑 柳和 阿木喊二人都暗暗吃惊 地球上的超越战神的存在 总共才多少 地球上所有其他一员 都没有击杀一员的战绩 击杀一名一员强者 罗锋竟然这么平静 柳和 阿木喊当然震惊于罗锋的心性 击杀行星级一阶 罗锋心中暗自摇头 在地球上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战绩 但经历了九号古文明遗迹后 罗锋很清楚 行星级强者在茫茫宇宙当中 只能算是个混个温饱级别 自己得到与莫星入门传承 击杀一名行星级一阶 的确没任何值得骄傲的 片刻后 这架乾坤级智慧战机缓缓降落在停机坪上 罗锋 柳和 阿木喊着三位议员进入那巨型飞船式建筑内 其他议员们都在宴会厅那边 柳和笑着道 走这边 在柳和带领下 罗锋三人很快来到宴会厅 宴会厅的大门通体暗红色 高有三米六的雕刻精致的大门两侧 站住两名侍者 两名侍者微微躬身行礼 三位议员 请静说着推开了那厚重大门 大门缓缓打开 里面的议论声立刻传了出来 罗锋 柳和 阿木喊直接走了进去 特别当一身黑色休闲服的罗锋 步入宴会厅的一瞬间 整个宴会厅内所有的超越战神的存在 刷 所有人都转头看来 目光都落在罗锋一个人身上 嗯 罗锋微微一惊 超过三十名行星级强者 盯住自己一个人 罗锋 罗锋 弗拉基米尔 王毅等极限武馆的几位巡察使 都微笑着上前迎接招呼 至于其他议员们都一个个三三两两低声议论 不过大多数人都在周围形成隔膜 让声音不传开 显然他们议论的事情不适合公开 那罗锋飞行都是一直要踩着武器 显然还没突破 依旧是战神巅峰 他一个高等战神巅峰的精神念师 竟然贫瘠一道金光就击杀了李奥 罗锋 一定是得到一件极为厉害的特殊武器 议员们和自己好友低声议论 面对超过三十名的议员都关心着事情 红河雷神也不能瞒着 所以就将罗锋击杀李奥的视频给放了出来 红河雷神并没有将视频放慢 而是以正常速度播放 所有诸多议员只是看到 罗锋身前悬浮的特殊兵器 瞬间化为一道金光机射出去 将李奥轰成渣 罗锋那兵器威力太大了 他不是在九号古文明遗迹待了一年零三个月吗 肯定是有所收获 那兵器估计就是从古文明遗迹中得到的 他一个战神巅峰拥有着兵器 就能发挥这么强的威力 如果一个真正突破为议员级别的强者用着兵器 威力一定更大 好东西人人眼馋 一个小孩抱着金元宝走在大街上 不 被 人抢走金元宝才是怪事 一个道理 这些议员们对于那件能化为金光的特殊兵器 大多都有些眼馋 只是罗锋不是小孩 是能击杀议员的强者 所以这些议员们都比较克制 不过议员们还是比较自信 因为他们跟李奥不同 李奥被执行死刑的时候 没有黑神套装 而其他所有议员 都是有黑神套装的 拥有黑神套装 防御能力一下子提高十倍还多 罗锋和其他四位巡察使在一起 我怎么感觉 不少议员看我的目光都不对劲 罗锋低声道 谁让你出这么大风头 旁边的王姓巡察使低沉道 你一个战神巅峰精神念师 就能凭集一件兵器 击杀真正的议员及武者 显然这兵器很厉害 你说 这么多议员有几个不眼馋 只是他们比较克制而已 不过一旦有机会 这些人大多会下手 罗锋哑然失笑 一群议员 自己还真的没放在眼里 在地球上 真正能被自己当成努力超越目标的 也只有两个人红河雷神 至于其他人 真的算不了什么 这次回去 自己就进行九九断神 直接成为行星级一阶精神念师 到时候 就算一群议员找自己麻烦 也是送死 不过相信这些议员 还没那么大的胆量 轰隆 宴会厅大门再次开启 所有人转头看去 黑衣男子红和光头和尚雷神 一前一后走了进来 所有议员多安静下来 不敢再说话 各位 黑衣男子红冰冷目光 扫过在场所有人 无形的压力让所有人都感觉到心惨 没一点反抗能力 你们刚才的议论我听得清清楚楚 没想到仅仅十多年过去 就有人忘记当年的亚含事件了 一群废物 旁边的雷神也是冷笑一声 诸多议员脸色发白 亚含事件是当年红一怒之下击杀了一位一员强者亚含 不单单是红 在地球上击杀过一员强者的有红也有雷神 当然今天得加上一个罗锋 不过和罗锋不同的是 红和雷神击杀的可都是穿着黑神套装的一员 我和雷神建立战神宫 将大家集合在一起 是希望诸位人类的精英 能够为人类生存而努力 团结 你们必须记住这两个字 否则 我们人类和 怪兽 的种族生存之战 很可能是我们人类灭亡为结局 黑衣男子红兵冷暴 海域怪兽数量是我们人类很多倍 王级怪兽也比我们多得多 还有两大怪兽皇者 宴会厅中罗锋听了一惊 怪兽皇者 两个 不过其他议员们没有丝毫惊讶 显然都知道这一点 团结是第一位 我不想再看到类似亚罕 李南胜的事情发生 如果发生 我和雷神不介意除掉他们这样的人 只是害群之马 黑衣男子红声音冷漠 所有议员没有一个赶坑声 至于罗锋的事情 罗锋的兵器 叫顿天梭 一群议员耳朵竖起 这是我给罗锋的黑衣男子红冷漠道 当然一是罗锋天赋够好 二是罗锋将当初在雾岛得到的大量草木之灵全部给我 我才换取一件顿天梭给他 我这个人很公平 你们想得到就得有付出 黑衣男子红看向罗锋 罗锋 你跟我来 其他人继续宴会吧 说完 黑衣男子红掉头就朝外面走 光头和上雷神也跟在一旁 而罗锋听到命令后也连跟上 走出了宴会厅 轰隆 宴会厅大门再次关上 所有议员们这才松了一口气 一个个彼此相识都心有余悸 红和雷神很久很久没在议员面前发怒了 人是很健忘的一种动物 十几年时间 足以让他们忘记红和雷神的心狠手辣 刚才那一幕 所有人都感觉 在红面前 生命不再是他们的 这种感觉令所有人惊恐 没有一个人再敢歪心思 第204章误导 跟随在黑衣男子红 白袍和上雷神身后 罗锋平竟跟随 他们两个 才是地球上最强者 罗锋看住二人背影 将这二人当成心中超越的目标 能够在短短数十年 一个达到行星级七阶 一个虽然是行星级六阶 却号称行星级无敌 这种修炼速度 是远远超过地球上其他人的 哗 研柱通道 金属大门开启 三人进去 金属大门关闭 一路前进 很快来到露天天台上 红和雷神索尔都坐下 红看了罗锋一眼 坐 是 管主罗锋到一旁坐下 腰背笔直 罗小子 你怎么平静一把顿天梭 就杀了李耀的 给我详细说说 雷神一眼笑容 显得很亲切 当年我和你们管主 发现这顿天梭 琢磨了好久 虽然知道 这念力兵器威力很大 可是一直不知道怎么用 罗锋心中一惊 光头水晶人说过 红和雷神 都得到过其他古文明的传承 显然是知道念力兵器威力极大 可是顿天梭是宇墨星独门念力兵器之一 使用的方法也是绝密 外人得到顿天梭也根本没办法使用 怎么办 顿天秘诀的秘密切不可外露 按照上面所述 传给宇墨星内部都要罚苦一六十年 传给外人 杀无赦 那光头水晶人可是监测住整个地球 我一旦泄露 他肯定知道说不定直接放出一道激光 将我劈死罗锋不敢有丝毫冒险 红和雷神相视一眼 有难处 红看住罗锋 我是在想到底该怎么说 罗锋深吸一口气 相信馆主也猜出 那九号古文明遗迹 有一个智慧系统在背后控制 红和雷神都点头 地球上诸多战神一次次进入 是很容易发现 这古文明遗迹程序化现象很严重 自然而然猜出 那古文明遗迹有智脑系统控制 我之前说过因为脑欲扩度高 在九号古文明遗迹中 接受到特别考验 也是经历死亡危机 在这过程中 我得到精神念识之掌控式的一点指导 其中我就学到顿天梭的两种用法 一种攻击 一种防御 最后我在其中一年零三个月 这才成功完成任务 并且得到一套精神念识之掌控式的修炼秘法 只是我一直感觉 这九号古文明遗迹彰复一个老师 在筛选弟子似的 却又将许多知识遮遮掩掩 罗锋摇头一探 红 雷神微微点头 很正常 红淡然一笑 那九号古文明遗迹 是现如今地球上运行完好的少数遗迹之一 据我们所知 那就是一个筛选弟子的地方 不过 他对精神念识比较优待 看精神念识死亡率和武者死亡率就能看出 罗锋一掙 对 在进入前 红说过 进入九号古文明遗迹的高等战神层次精神念识 有人失败 却没有一个死亡 而战神武者死亡率却很高 很显然 这九号古文明遗迹偏爱精神念识 在筛选上并不是很公正 所以我猜测 九号古文明遗迹背后的势力 应该看中精神念识 红说 罗锋暗自喝彩 按照自己得知的 羽莫星主人胡言伯创造出诸多念力兵器 能创造念力兵器的人 恐怕是精神念识一脉不可思议的存在 须知 这件顿天梭第三形态想要使用 最起码是宇宙级精神念识 能制造让宇宙级强者都要辛苦才能掌握的兵器 这胡言伯 恐怕实力超过宇宙级 羽莫星主人既然在精神念识中有大成就 专门筛选出精神念识弟子 也就不奇怪了 这个势力看重精神念识 而九号古文明遗迹 只是入门筛选考验罢了 怎么会叫刀很多 红摇头 随即看住罗锋 罗锋 地球上达到一元级的精神念识只有一个 是第四一掌伊斯特 不过他的天赋美你高 而且那人野心太大 我不喜欢 你现在能控制十六柄暗器 应该能突破了吧 红看住罗锋 那伊斯特 不过最多能控制十四把暗器而已 应该吧 我最近也感觉随时能突破 似的罗锋回答 嗯 红和雷神都微微点头 地球上如果说谁对宇宙中了解的最多 就是红和雷神了 地球上许多遗迹 大半都是他们这两个最强者发现的 罗锋知道的也远不如红 雷神多 对茫茫宇宙了解的越多 红和雷神才不敢有一丝放松 好好努力 红鼓励一声 管主 你们之前说怪兽皇者 罗锋连追问道 这怪兽皇者是怎么回事 红 雷神相视一眼 红郑重道 你进入一元这个圈子时间太短 其实这算不得大秘密 不管是人类还是怪兽 突破战神级领主级后 不是说实力就不增长了 我们人类中的一元强者 也是有强有弱的 甚至于还有我和雷神 远远超过其他人 怪兽也一样 王级怪兽中有强也有弱 不过一般差距不会太惊人 数倍差距而已 可是面积是陆地面积数倍的海域 无数怪兽盘踞 王级怪兽数量那么多 自然也会诞生极为可怕的怪兽 这两头怪兽 被我们称之为怪兽皇者 每一头的实力 都非常惊人 除了我和雷神 地球上其他人遇到他们 必死无疑 红说得毫不犹豫 罗锋心中大惊小怪 还有这么可怕的怪兽 不过仔细一想也能明白 地位越高知道的越多 如草木之灵等等 1月份1号 5号 18号都是不错的日子 你选一天吧 接任巡查时 罗锋略微一思考 笑道 1月1号是元旦 感觉不太好 就1月5号吧 嗯 红点头 好了 参加宴会去吧 是 罗锋应命 立刻退离开去 露天天台上 只剩下红和雷神索尔 红哥 我感觉到这小家伙 藏了什么雷神 笑看向红 每个人都有秘密 有的秘密 连亲人都不会告诉 有必要逼迫吗 红正中道 我一直担心的是 地球中有一天 会被宇宙中一些国度 势力发现 到时候 地球人类是灭亡 还是被奴役 被当成奴隶卖掉 还是能侥幸生存 很难说 所以 我们必须尽早进入 恒星级 这样一来 也有保护地球的能力 恩雷神也微微点头 地球上的两大巅峰存在 担忧的却是 地球人类的命运 他们很清楚 地球在茫茫宇宙中 是何等的渺小 而地球人类 只是生活在这颗行星上的土著 砰 砰 砰 敲门声响起 进来红开口 门自动开启 轻微妖娆走上露天天台 恭敬道 管主 刚刚得到消息 雾岛那边发生一些特殊变化 管主看完影片就知道了 雾岛 雷神经购道 红哥 不就是你得到摩云腾的地方 播放吧 红吩咐道 明月社区 晚上 罗峰一家人在吃晚餐 爸 妈 今晚我要出去办事 大概要五六天的时间 罗峰端住饭碗 捡了一块炒蛋 五六天 饭桌旁 坐在轮椅上的父亲罗鸿国 母亲龚兴兰 弟弟罗华 都吃了一惊 这才回来两天 怎么又出去 龚兴兰忍不住道 没危险吧 孩子出去 是有大事 别打岔 罗鸿国低贺道 我是关心小风 你喊什么 龚兴兰立刻喊道 好了爸妈 罗峰连道 这次我出去是一点危险都没有 只是办一件紧要的事情 五六天后就能回来一家人 这才略微放心 毕竟罗峰的确是刚消失一年三个月 深夜时分 罗峰脚踏顿天缩 悄悄离开家 而后在黑夜中 悄无声息地进入 王级智慧战机 智慧战机内部 座椅放平 平整如地板 罗峰盘膝静坐在其中 放心吧 乖 到时候打电话给你 罗峰结束了 和徐昕通话 一号 接下来一段时间 不允许任何人打扰我 直到我出来 罗峰命令到 一切都准备妥当 和家人还有徐昕都说过了 巡查室任命 也是在一月五号 还有八九天时间 足够自己突破到行星级了 九九断神 罗峰深吸一口气 闭上眼睛 脑海中迅速地将 九九断神的 八十一步过程 回忆一遍 没问题 那就 开始吧 罗峰呼吸逐渐变得平缓 心跳减速 而在那无边的石海当中 原本平静地 已经形成宛如一条 星河的精神念力 猛地汹涌澎湃起来 轰隆隆 汹涌的精神念力 骤然开始旋转 开始不断地加速 加速 第二百零五章诞生 罗峰开始九九断神 而受到红警告的诸多议员们 也一个个乖得很 而华夏国无数普通老百姓们 也为即将到来的元旦做准备 整个地球平静得很 2058年12月30日晚间 21点36分分 地球 太平洋海域 距离夏威夷群岛数百公里外的海域深处 幽冷 黑暗 这片海底区域 一颗直径达到12公尺左右的椭圆形黑色巨蛋 已经在这停留一年多了 上面布满烂泥杂草 已经很不起眼 周围一带海域不少怪兽 一年多前都发现这神秘巨蛋 可是从未有一头怪兽 能够咬破这蛋壳渐渐的 就很少怪兽来理会这神秘巨蛋了 咔咔咔 神秘黑色巨蛋微微震颤一下 一些落在巨蛋上的杂草烂泥 也有部分滑落 其实早在一个多月前 这巨蛋就偶尔震颤一下 渐渐的频率越来越高 昨天有一天 这神秘巨蛋震颤了十余下 咔咔咔 神秘黑色巨蛋再次震颤 杂草烂泥再度滑落部分 随着滑落也逐渐露出 黑色巨蛋表面奇异的金色斑纹 嗡 嗡 嗡 黑色巨蛋竟然开始剧烈震动起来 震动幅度越来越大 随着清脆的一道声响 黑色巨蛋表面出现一条均裂开的裂痕 紧接着就是啪 啪 啪 连续重重几声 原本黑色巨蛋均裂处直接破裂开 一个黑漆漆的布满粘液的不明物 从蛋壳中冒出来 可吃 可吃 这个布满粘液的不明物 竟然开始吞吃起蛋壳来 彭扶不知道饿了几年 疯狂吞吃着 才十几分钟 那直径12公尺的椭圆形黑色巨蛋 竟然被吃掉了三分之一左右 而那黑漆漆的不明物 也全部显露了出来 这是一头全身漆黑 身上布满黑色鳞片的 有着强壮四肢的爬行类不明生物 它那黑色庞大身躯上还有住一对 布满鳞片的翅膀 以及一条缓缓摆动 犹如龙尾的尾巴 昂住的头颅 有着一根昂然刺向天际的独角 只是它全身有着一些粘液 根本看不清楚它真实模样 随着吃住黑色蛋壳 那黑色怪物的身体 竟然在不断变大 从体长12米左右 逐渐变长 当它吃完所有蛋壳的时候 体长竟然已经得到16米 而此刻年夜已经完全被吸收 黑色怪物全身变得清晰 呜 尖锐欢快的声音从它喉咙发出 这是一头长达16公尺的地球上 从未见过的兽类 全身的黑色鳞片 就犹如一把把锐利刀锋 让人心寒 它的身躯 有一种莫名的让人窒息的威压 全身不管是不满鳞片的猙獰翅膀 还是强壮四肢 尾巴 独角 都是冰冷的黑色 准确地说 那尖锐的黑色独角上 盈盈有着神秘金色斑纹 不过很不起眼 只要靠近仔细看才能发现 那神秘金色斑纹 沿住独角 头部 脖梗 背部的鳞片一直弥漫延伸开 就彭扶一层金色斑纹 披甲融入在它的背部 甚至于密集的金色斑纹 还从背部分散了 数条金色斑纹到双翅 又分散数道斑纹到四肢立爪 将那黑色蛋壳吃完后 神秘怪兽盘踞在海底 环顾四周 血脉中蕴含的古老记忆 逐渐涌入脑海 神秘怪兽的一双暗金色瞳孔 猛得一亮 变成耀眼金色 它的独角 脖梗 背部鳞片上的神秘金色斑纹 也微微亮起 浮现一丝肉眼可见的金色 周围的水流竟然瞬间微微停滞 神秘怪兽盘踞的下方海窗岩石 都微微震颤起来 骨骨能量涌入它体内 可仅仅片刻就停止吸收能量了 呜 神秘怪兽有些恼怒地站起来 在周围不断地左顾右盼 似乎在思考什么 最后只能发出一声不甘的嘀吼 随即微微甩动尾巴 修的 便破水前进 似乎它天生就不需要氧气 天生可以在海底中如履平地 突然它前方出现了一群鱼类怪兽 嘴巴牙齿交错 眼珠泛红 每一条都超过五米长 诡异的是 它们腹部下竟然生出两根三指的利爪 呦 随着一声尖锐声音 这一大群鱼类怪兽 迅速地朝神秘怪兽包围过来 它们已经完全将这头 从未见过的怪兽 当成食物 海域中怪兽种类太多太多 就是常年生活在海底的怪兽们 都常常遇到从未碰过的怪兽 一般它们按照体积判断实力 海域怪兽整体比陆地怪兽体积大 王级海域怪兽 一般体长都超过百公尺 领主级海域怪兽 一般也超过二十公尺 眼前这神秘怪兽体长才十六米左右 恐怕连领主级都不到 这群鱼类怪兽当然不怕 它们族群联手 可是连怪兽领主都能猎杀 呦 随着一声令下 一头鱼怪猛地冲出 同时修修修 一道道红色光线从这群鱼类怪兽眼珠中射出 密密麻麻的鱼怪射出的红色光线 瞬间形成了网状 覆盖整个神秘怪兽 神秘怪兽一双冰冷眼眸 看住铺天盖地冲来的鱼类怪兽 呜 一声嘀吼 刷 神秘怪兽那双布满如刀锋般鳞片的翅膀 陡然展开 双翅翼展开 足有二十米宽 动了 神秘怪兽瞬间化作一道模糊的微微 带着金光的残影 残影瞬间遍布周围三百公尺范围内 整个三百公尺范围内一瞬间就变成了绝对死狱 所有的鱼类怪兽全部瞬间死亡 甚至于其他一些海域怪兽都被绞杀 是被那双翅膀给绞杀 可吃 可吃神秘怪兽抓来其中最强的三头海域怪兽尸体 三头怪兽尸体体积加起来 比他整个体积还大 他那血盆大口轻易地吃着 仅仅十余秒钟全部吃光 呜 这头神秘怪兽发出不满的吼声 似乎刚才三头怪兽尸体令他非常不满意 而他的身体长度依旧是十六米的样子 没有丝毫改变 秀 尾巴一甩 他继续前进 地狱领主级的怪兽 他停都不停 两头领主级的阵山精出现在他前方 他嘀吼一声再次张开双翅 从这一天晚上开始 周围海域开始了一场血腥狩猎 他的肚子彭扶无底洞 吃啊吃 一路吃掉了大量可怕的海域怪兽 每一头都是领主级的 如果这些庞大的海域怪兽堆积起来 恐怕可以堆成一座山 可是 在一天不到的时间 吞吃了这么多怪兽的他 身体长度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对周遭一片海域而言 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大量领主级怪兽的死亡 终于引起这片海域的王者一头强大的王级怪兽龙龟的注意 能够在太平洋核心地带占领方圆数千里的区域 这只龙龟就算是王级怪兽中都是极为可怕的 在大涅槃时期之前 他就在某个海底洞穴生活了一百多年 算是龟类中生命悠久的 嗷吼 庞大的龙龟犹如一座山脉 在海底迅速前进 单单龟壳的直径就超过三百米 这头龙龟如果浮出海面 简直就如同一座海中岛屿 可惜也因为体积太大 他也没法子沿住江河进入内陆 否则 以防守出名的龙龟 绝对会让人类非常头痛的 既然赶在我的地盘 杀死我大量的手下 我一定要杀了他 杀了他 龙龟心中怒吼住 亡极怪兽论智慧 有的比一些人类还聪明狡猾 原来在那 在麾下怪兽领主的带领下 庞大的龙龟迅速前进 侵犯他的领地 在他的领地大肆杀戮 他必须将对方杀死 如果不战斗 那就退出这片领地服输 让对方占领这片领地 这是海域怪兽的规则 悟悟 出生已经快一天的神秘怪兽 很不高兴 他吞吃了这海域中 大量看似不错的水中怪兽 按照他传承的记忆中 那等体型的怪兽 应该实力比较不错 吃掉后对他有不少好处才对 可是他吃那么多 却没多大帮助 远远不及吃掉蛋壳的万分之一 悟 不满 恼怒 神秘怪兽决定先趴下休息休息 毕竟他只是刚出生不足一天的诱饵 突然 神秘怪兽的头颅微微抬起 看向远处 一双冰冷毛子 微微亮起一丝金光 金色瞳孔 瞬间似乎在这幽深漆黑海底 看到很远很远 屋 神秘怪兽迅速就站起来 发出兴奋的一声嘀吼后 尾巴一甩 闪电般就冲去 海底中 一头体长16公尺的黑色怪兽 一头龟壳直径 就达到300公尺的庞然大物龙龟 终于会面了 双方距离百公尺而已 龙龟那如同三层楼房高的巨大眼睛 盯着眼前的小布点 16米长 的确是小布点 它是什么种类的 没见过 四肢利兆 是陆地上的 有双翅 是飞禽 龙龟很有智慧 可是怎么看它都没认出 眼前这小布点 到底是怪兽中哪一种 看其在海域中 前进自如的样子 显然在水底也很擅长 看起来像陆地怪兽 又长有飞禽翅膀 却生活在水域中的怪物 什么玩意 呜 神秘怪兽兴奋嘀吼一声 一双遍布鳞片的翅膀 猛地展开 咻 瞬间神秘怪兽 化作一道残影 而面对这一幕 龙龟却是悠闲自得盯着这小布点 以防御出名的它 就算其他王级怪兽也休想轻易伤它 吃吃吃 恍若海底岛屿的庞大龙龟 猛地一颤 神秘怪兽的尖锐翅膀掠过它的龟壳 竟然令龟壳裂开 不过幸好龟壳非常的厚 没事 这小布点 龙龟难以置信看住前方悬浮在海水中的神秘怪兽 嗚 神秘怪兽似乎很开心地叫两声 嗖 神秘怪兽这次没有张开翅膀 而是化作一道直线 几乎瞬移一般就冲到龙龟的巨大头颅前 而后神秘怪兽的两只前肢伸出 它的四只各有五指 而此刻 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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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被抓破 脑浆崩射而出 太快了 龙龟只是有着一丝惊恐 而后就死了 快 快到王级怪兽龙龟都无法闪躲 攻击一强 强到一爪子就击杀王级怪兽龙龙 嗚 神秘怪兽兴奋地开始吞吃整个龙龟 足有海底岛屿大小的龙龟 神秘怪兽吃起来 比吃蛋壳容易多了才数分钟 庞大龙龟就连渣都不剩 而原本周围的怪兽领主 早就吓得四散逃跑 没办法 这神秘怪兽凶名在外 呜吃完后 神秘怪兽惬意地趴下 眯起了眼 总算有点小宝了 而此刻 它的身体长度总算增加了 大概0.1公尺左右 第206章步入行星级 神秘怪兽的诞生 在太平洋海域中掀起的一场血腥狩炼 地球上人类并没有任何察觉 而罗锋也依旧在王级智能战机中 潜行于久久断神 时间流逝 2059年1月1号 明月社区罗锋家中 很抱歉 王先生 我哥他不在家 罗华微笑在客厅中 像一名戴着眼睛的优雅中年男子说道 今天是元旦 罗一元也不在家 这儒雅中年人有些吃惊 嗯 实在抱歉 罗华点点头 我家还有事 就不留王先生了等下次 我亲自招待王先生 好 那我就先告辞了 这位 王先生也非常有理地退去 目睹对方离去 罗华摇摇头 这已经是这几天 第十二波来邀请他哥的了 能够有勇气来邀请一位议员强者的 可哥哥是大有来头 像徐家这种等级的势力 如果不是徐心关系 根本就没资格直接上议员家的门 刚才的王先生就是华夏国政界最高层一些大人物势力团体的代表 哥到底去哪了 罗华站在自己家庭院门口 极限武馆那边有人邀请他 军方有人邀请 政界有人邀请他 联雷查尔联盟也有人邀请他 欧洲那边有人邀请他 美利坚那边有人邀请 似乎大家都不知道 我哥出去办事了 哥他到底在干嘛 罗华思索住 恐怕没几个人知道罗峰现在的处境 在举国欢腾的元旦节日里 当天晚上 很多人都在看派对 而就在明月社区智慧战机当中 幽暗的机舱内隐隐有着昏暗光芒 罗峰盘膝静坐在那一动不动 石海当中 花花 一道璀璨星河形成了漩涡 水流在疯狂旋转住 形成一圈圈的漩涡 漩涡猛的扩张开 顿时水流变得稀薄了不少 就彭扶一块透明的水墓 呼 缩 原本扩张的透明旋转水墓猛的收缩 一下子就变成了一颗巨大旋转住的水球 水球呈现半透明 阴影有着各种丝丝奇异光线在光球中闪烁 极少数暗金色碎片也混杂在里面 显然还没完全化开 膨胀 收缩 再膨胀 再收缩 精神念力的水流 彭扶一颗心脏 一次次膨胀 一次次收缩 宛如有了自己的生命 在这种特殊的韵律当中 暗金色碎片也渐渐消解融化 让整个水流更加的强大 膨胀 薄如蝉翼 收缩 水球透彻 第八十步成 可以开始第八十一步了 最后一步 罗锋 罗锋也略微有些激动 这最后一步是九九断神中最重要的一步 也是难度最高的一步 罗锋的石海当中 一颗完全透明的大水球不断旋转住 就彭扶一颗星球在不断自转着 没有任何物气弥散 水球的大小也没有任何变形 开始 随着罗锋 一时操控 轰隆 无尽石海当中 那悬浮着的巨大透明水球 自核心处开始震荡起来 弥漫出一道道念力雾气 念力雾气贯穿整个透明水球 十道念力雾气 二十道念力雾气 三十道 越来越多 很快整个透明水球完全被念力雾气覆盖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在罗锋极为细微操控下 那透明水球不断发生着细微变化 而原本它表面腾扰的雾气越来越强 甚至于形成了一个超大雾球 根本无法看清雾球内部的水球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超大雾球已经是过去水球的百倍之大 四散未散 就是这一刻 爆 罗锋心中一声怒吼 轰 无边石海当中原本超大的雾球 在一瞬间 猛的疯狂扩张开 就彭扶一颗恒星 在生命最后时刻猛的超新星爆发一样 超大雾球瞬间爆发之极致 遍布整个石海每一处 就在爆发到极致的一瞬间 紧接住一股滔天的吸力在石海核心产生 踏陷 呼呼 大量的雾气 水流就彭扶陷入黑洞当中 疯狂地悬绕聚集 聚集在核心一点 瓮 石海内都是震荡 空荡荡一片 所有的雾气水流全部消失不见 无边无际的石海当中 只剩下最核心的光点 就彭扶无穷无尽的宇宙当中 只有这么一颗星球 星球表面还有着包围的一层光运 宛如光球 石海核心 唯一一颗光球 这是一颗美轮美奂的光球 除了表面一层光运外 这光球本质上是大量金字塔形状的透明晶体构成 密密麻麻的透明晶体聚合成一颗星球 一股无形而奇异的波动 从这颗光球中不断传开 呼呼 呼呼 石海中 唯一的这颗光球在不断自转着 一股无形的力量浮散开来 遍布罗锋全身 浮散到体外 成功了 这就是行星级 这光球 就是行星级强者的核心 罗锋心意一动 精粹的移到到精神念力 立即从光球中分散出来 遍布全身 智能战机中 当罗锋的行星级精神念力 浮散到身体的一瞬间 原本一直很平静的身体 瞬间开始了急剧的变化 身体内的骨骼 骨髓 经脉 肌肉 筋膜 皮肤等等都在发生一种不可思议的变化 身体内的遗传基因也迅速分解 组合 生命的蜕变 这次的蜕变比以往任何一次突变都重要得多 当初在九号古文明遗迹中 光头水晶人就说过 从削途级跃升到行星级 是生命层次的一次跃迁 达到行星级后 可以不用呼吸 可以直接遇空飞行 行星级才有资格称得上武者 称得上精神念师 达到行星级才能在宇宙中流浪 能有资格混个温饱 没达到这一层 根本没能力在宇宙中流浪 这感觉好美妙 当蜕变后的精神念力 引起身体的蜕变时 罗锋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就好像 自己的身体从一个达到极限 无法再成长的壮汉 瞬间变成一个婴儿全身的筋骨 肌肉 五脏六腑都本质上有变化 生命层次的变化 学徒级的实力提高 从学徒级一阶 初级战士到学徒级九阶 高等战神 是在原有身体基础上的一次次提高 而达到高等战神 就已经是一个极限不跨过去 就永远无法突破 而一旦跨过去 我的生命层次就跨入一个更高层 行星级一阶 逐步提高 直至行星级九阶 深夜 明月社区许多人家已经入睡 停在草坪的智慧战机舱门缓缓打开 So 一道人影冲天而起 而后悬浮在三百余公尺高空 黑色长袍随风烈烈作响 他脚下没有踩着任何物体 就这么悬浮 这就是行星级 罗峰俯瞰下方的城市 心中却感受着石海中那个光球 他终于发现行星级真正强大的奥秘 那光球不是简简单单的精神念力核心 而是具有一种奇异能力的 可以说是一个微型星球 它会自转 它也有自身的磁场 石海中这微型星球令罗峰不用呼吸 而且还能依照罗峰心意控制身体周围磁场 抵消地球给自己的引力 自然能悬浮 给自己一个潜充的磁场力 就能往前迅速飞行 也就是说 行星级强者都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微型星球 它们就是这只微型星球的主人 依照行星级强者的意愿 可以给自己增加一定强度 一定方向的磁场力 这样自然而然就能迅速地随意飞行 不过微型星球磁场强度有限 所以行星级强者飞行速度也是有限的 难怪说 从学徒到行星级是生命的跃迁 说的没错 行星级强者既然都能拥有一颗微型星球 还能自转 拥有磁场或许这颗微型星球还很弱小 可是随着微型星球成长 自然会给它的主人 行星级强者以更大的帮助 拥有自己的微型星球 这样的强者才能 算是真正的宇宙人类罗峰感慨不已 黑夜 罗峰悬浮在城市高空 张开双臂 精神念力精粹成一颗微型晶体星球 极度地聚合在一起 令我的意识也强大了好多罗峰心中愉悦不已 就好像身体虚弱的人 意识都虚弱 随时会昏迷身体强的人 也会神清慕名 而原本以合流形式存在的精神念力 精粹成微型星球后 的确令罗峰意识强大不少 不过这种机会是很少很少的 生命层次的跃迁 从学徒九阶到行星级 从行星级九阶到恒星级 从恒星级九阶到宇宙级 这种跃迁才是生命的跃迁 才会令意识得到一定的强化 平常实力提高 根本没这等机会 顿天梭 罗峰心意移动 顿时融合在黑色背心中的365刀片 迅速飞了出来 迅速组合成顿天梭 出现在罗峰脚下 我身体周围自成一磁场 再加上精神念力做推力 再脚踏顿天梭 不知道我的飞行速度 会达到什么境地 在扬州城上空 如黑夜中神灵的罗峰 瞬间划过一道残影 宛如瞬移 直接消失在原处 第207章额外收获 第一次罗峰不再受地球引力限制 那种随心所欲的飞行感觉非常美妙 夜 荒野区 罗峰悬浮在半空 低头看了看辅助光脑 幸亏有辅助光脑 测试一下速度 辅助光脑是与陌星成员必备备用具 功能是远远超过 地球上的大陆或通讯手表的 能够侦测学徒到宇宙级的战斗力基本数值 同时也有探测一定范围内的环境 测试速度 测试某一机威力等等 将不同情况下的飞行速度全部测试一遍 休 休 休 只见一身黑衣的罗峰 一次次从空中闪电般飞过 每次速度都不一样 仅仅片刻 几种情况的速度全部测试完毕 第一种情况 不使用磁场 不使用钝天缩 单纯靠精神念力推动 速度即达到912公尺每秒 第二种情况 不使用钝天缩 却使用磁场和精神念力 一般精神念试就是这样 罗峰速度达到了1223米每秒 第三种情况 也就是罗峰的巅峰状况 钝天缩 磁场 精神念力 全部爆发 速度达到了惊人的2412公尺每秒 使用钝天缩和不使用钝天缩 完全是两个层次 罗峰自己也被这个数据吓得一跳 行星级一阶精神念试 一般飞行速度1200公尺每秒 而有钝天缩 却达到2400公尺每秒 整整翻了一倍 罗峰很清楚 速度越快阻力越惊人 所以想要在1200公尺每秒基础上 再增加很难很难 更别说一口气增加整整一倍 恐怕行星级四阶五阶强者 都不一定有这么惊人的速度 从此 可以看出钝天缩的厉害之处 一位精神念师拥有一件念力兵器 这实力的确是提高好多啊 罗峰惊叹不已 再测试一下我现如今的攻击力 星意一动 钝天缩中的其中一个刀片分离出来 而后在精神念力作用下 修刀片瞬间化作一道流光 狠狠地撞击在远处的一座 破败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加油站建筑上 那加油站建筑就彭扶豆腐做的 直接被刺出一个窟窿 强劲的气爆炸裂开来 令整个破败加油站都倒塌大半 罗峰连低头看向辅助光脑显示器 攻击力 行星级一阶百分之二十八 精神念尸 这数据令罗峰不由喜行预测 辅助光脑上是有说明介绍的 所谓的行星级一阶百分之二十八 其实行星级一阶的最高值 是最低值的整整两倍之多 而行星级一阶精神念尸最低值攻击力 大概是一百万公斤 而最高值为两百万公斤 而行星级一阶百分之二十八 精神念尸 代表罗峰拿刀片攻击力约一百二十八万公斤 刚踏入航星级一阶 飞刀就能有这么强威力 不错罗峰自己挺满意 按照辅助光脑介绍 踏入航星级后 精神念尸和基因武者差别很大 基因武者的力量分为肉体力量和基因元能 踏入航星级后 他们的元能已经可以外放 元能攻击力可达一百万公斤 肉体力量也达到一百万公斤 所以行星级一阶武者的基础数值 是两百万公斤到四百万公斤 是精神念尸的两倍 看似武者占便宜 但要知道 论力量振幅 武者们能够振幅四五倍算不错了 地球上最高的雷神才振幅七倍 而罗峰呢 在踏入航星级前 就振幅足足十六倍了 再加上飞行速度方面的优势 而且 精神念尸 同样是要修炼基因元能的 毕竟身体强大 才能承载精神念力 测试下 使用顿天缩变形钻山锥的威力 黑夜中 一道金光滑过 顿时一片轰隆爆炸声 攻击力 行星级一阶百分之二十八 精神念尸 振幅三十六倍 看住显示器上的数据 罗峰心中痛快不已 三十六倍的振幅 雷神才七倍 地球上另外一位行星级精神念尸 才十四倍 跟自己差距大得很 其实罗峰催动钻山锥第一层 是使用十二股精神念力 振幅是十二倍 不过钻山锥威力 令罗峰融入的精神念力 威力放大三倍 所以令振幅达到 骇人的三十六倍 赵光头水惊人说的 地球上行星级 大多是行星级一阶 少数是行星级二阶 两个行星级三阶 更高的就是红和雷神 两个 行星级三阶五者 跟我比估计相差五几 论速度 恐怕还不如我 看看 线 如今我能控制多少暗器 这次生命的跃迁 罗峰感觉到意识强大不少 只是不知道 进步多少 心意移动 修 修 修 一柄柄刀片 离开顿天缩 以极限速度在周围穿梭 每一柄刀片 都保持罗峰线如今 最强攻击力 一柄 两柄 三柄 十六柄 十七柄 十八柄 第十九柄 威力起不来 十八柄刀片 罗峰脸上笑容愈加灿烂 十八 那不是说 我可以学习 顿天第一形态第二层啊 顿天缩第一形态 一共三层境界 第一层需要控制 十二柄暗器 才能修炼 第二层 要控制十八柄暗器 才能修炼第三层 需要控制二十四柄暗器 才能修炼 意识提高 是很难很难的 罗峰也是靠行星级跃迁 才提高一点 以后 他只能一步一步修炼 第一层威力就那么大 第二层呢 就算同样威力三倍 十八乘以三 也是足足五十四倍 攻击力阵幅 红 雷神之下 所有人一招即可击败 这次踏入行星级 控制飞刀数量 从十六跃升到十八 也算是额外的收获 而这个收获让罗峰可以直接学习 顿天第一形态第二层 不过 真正学起来 罗峰发现 太难太难 当初能控制十六把 学习需求只是十二把的第一层 都学习了几个小时 失败了数千次上万次 这次罗峰紧紧勉强达标 一月二号 失败 一月三号 依旧失败 一月四号 还是失败 罗峰总算知道 顿天学习的难度之大了 不过难度大 等将来一成功 罗峰注定了就是红 雷神之下的地球第三强者 至于现在 罗峰有面对第三一掌 第四一掌等人胜利的信心 但却很难做到一招绝杀 实力比较接近 一月五号 是罗峰接任巡视的日子 而在这一天的凌晨时分 海洋上空 一架血红色三角形战机 迅速飞过 这架战机 正是红独有的 红荒级智慧战机 战机内 一身黑衣的红 跟一身白袍的雷神 都坐在座椅上 红哥 这次误导有好处 你可别跟我抢雷神连说 好处 现在就谈好处 有本事将那头怪兽黄者 给解决了 再说 红瞥了一眼雷神 端起旁边的茶水 喝了一口 感慨道 这头怪兽黄者 是现如今地球上 第三头怪兽黄者 虽然是刚出现 可是他在地底 水中可是能发挥 百分百实力 难归难 这雷岛肯定有大宝贝 雷神 有些不甘的 说道 那些草木之灵 也就罢了 上次你可是在这雷岛 发现了魔云藤 按照我们之前得到的 古文明遗迹内的一些资料看 这魔云藤 就算是在浩瀚宇宙当中 都是非常珍贵的宝贝 有魔云藤 红哥 你实力恐怕增加不少吧 魔云藤还在成长中 现在大概能增加我五成实力 黑衣男子红 难得露出一丝笑容 五成 红哥你的实力 在航星级中度无敌了 增加五成 等以后魔云藤继续成长 效果更加惊人 雷神忍不住到 雷岛出现一个魔云藤 这次又冒出了一头 我们从未见过的厉害怪兽 肯定是因为雷岛有宝物 所以才吸引那么多怪兽 红微微点头 嗯 当初罗峰刚发现雾岛 那雾岛周围湖泊就有大量怪兽 当时我虽然疑惑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水域怪兽 聚集在那湖泊 可我心思都在魔云藤上 只是带走魔云藤 稍微查探了一下雾岛 没发现什么 当时就走了 现在看来 那湖泊中不单单有大量怪兽领主 竟然冒出一头怪兽黄者 红皱眉 一看它类似章鱼的外形 显然适合在水 地底等地方生存 按理说 怪兽黄者这个级别 应该进入无尽大海当中才对 它却一直潜溺在雾岛数千公尺深的地底中 草木之灵 魔云藤 怪兽黄者 这雾岛的确很特殊 红看向雷神 微微一笑 不过 这雾岛中的宝物却是有原者居之 放心 我不会跟你去争 可你也知道 如古文明遗迹等类似的 不是说谁实力强 就能得到的看运气 看缘分雷神 微微点头 随即咧嘴一笑 等参加你极限武馆新医院巡查室大典结束 我就一直待在雾岛 我就不信 我得不到宝贝 你一直待在那 我 也会去的 就看我们兄弟谁运气好了 红微微一笑 贪心 雷神只是说了这两个字 第208章 第六巡查室 扬州城明月社区 清晨 朝阳升起 霸 小心点 慢点 罗锋 辅助父亲 罗鸿国 而罗鸿国 颤微微地在小区的路道上 一步步走住 罗一元好 小区中的一名年轻舞者 看到罗锋 露出一丝崇拜之色 连恭敬喊道 心中则是惊叹道 罗一元现在已经是 超越战神的存在 足以和五大强国总统等领导人 平起平坐 竟然还亲自搀扶他父亲 草坪中央的鹅卵石路上 罗锋辅助父亲 小锋 你现在身份不一样啊 就不用亲自陪我了 家里不是专门有服侍人员吗 罗鸿国压低声音道 你看看 暗地里都有不少老邻居 跟我说了 小锋 你现在是一元了 注意点身份吧 我是一元 您就是一元的爸 还是比我大 罗锋黑黑一笑 罗鸿国不由摇头一笑 看出父亲走路这么艰难 罗锋心中也有些无奈 李耀夫妇当初对付自己家人 特别是父亲 更是差点小命没了 虽然侥幸逃过一劫 可是父亲腰 脊椎部位受伤严重 虽然自己想办法得到一些药物 可是效果没那么强 现在 父亲双腿还是使不上进 如果那千年黑乌根还在 让我爸服用一点点 恐怕就能痊愈可惜 弟弟将千年黑乌根 卖给别人了 罗锋也没怪弟弟 若是弟弟没有靠千禧年黑乌根 换取公行第八股东身份 家里恐怕会更惨 就算我是行星级强者 想得到一份草木之灵 也不是容易是罗锋很头疼 同时感慨当年自己的好运气 一口气得到那么多草木之灵 然后财大气粗地换了顿天梭 中午 小风 你接任巡查室的大典 在这个频道能看到 家中客厅内 父母二人 还有弟弟罗华和女友真男 并且连真男的父母也在 就这个专属频道 罗锋点头一笑 接任巡查室大典 从下午两点开始直播 今天就是接任巡查室的日子 这可是极限武馆的大事 是会公开任命的 不过这种事情说是公开 实际上是对各国的高层公开罢了 一般舞者 普通大众 是不太清楚超越战神的存在的情况的 爸妈 我先走了 同时 罗锋也向那真男的父母 微笑点了点头 那真男父母不由心跳加速 眼前这年轻人 那可是超越战神的存在 比他们工作的公司老总地位高了不知道多少倍 2059年1月5号 下午两点整 全球极限武馆总部大型会议厅 巡查室接任大典正式开始 先生们 与世们 欢迎大家参加全球极限武馆巡查室接任典礼 今天 参加此次典礼的有 全球极限武馆总管主红 台上主持人高声介绍 顿时摄影对准下方 坐在前排正中央位置的红 全球雷电武馆总管主雷神索尔 战神宫第三议长 默汉德森 战神宫第四议长 伊斯特 一位为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平静地坐在位置上 而台上的立体虚拟投影却是逐次显现出每位被介绍嘉宾的身影 我最后要介绍的也是这次即将接任全球极限武馆巡查室一职的罗峰议员 顿时 台上三维虚拟投影出现罗峰的身影 我这是第一次记住这么多议员的名字 罗峰低声说 巡查室接任大典 是议员们难得的一次重要聚会坐在罗峰身旁的柳河低声笑道 这种大典 连两位管主都会参加 其他三位议长也参加 诸多议员中 除非有重要事情 否则都会过来 罗峰点点头 下面有请江南基地 是扬州城宜安区极限武馆的教官江年 也是罗峰议员的最早的医院教官 主持人喊道 顿时音乐声音响起 略显紧张的江年教官从整个会议厅后方座位迅速起身 连跑向前台 见到江年 罗峰有些愕然 江年教官都被请来了 柳河 这典礼过程到底是什么 罗峰连低声问道 前两天 扬州城那边的武馆总教官乌通 还有我的兄弟陈谷 张科也被请来了 难道今天也要登台 这典礼过程 会从头到尾介绍罗峰你的光辉事迹 柳河低声笑道 别急 这才刚开始 中途还会掺杂一些歌舞表演啥的 那可都是全世界最厉害的歌手 舞者等等 果然 这所谓的典礼 根本就是一位巡查史的过去的时机介绍 从罗峰住在连租房刻苦在武馆如何的刻苦修炼 江年登台 到第一次舞者实战考核 巫通登台 到和火锤小队第一次进入荒野区 火锤小队成员们进阶登台 进入精英训练营学习 老师江方登台 介绍的事迹全部是正面的 整个典礼将罗峰渲染成完美天才舞者形象 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伟大 柳河低声笑道 有点 我都有点崇拜我自己了 罗峰笑了笑 典礼举行中途 穿插的各种歌舞表演 登台的都是全球一等一的 这些大士们上台都会感慨一番 对罗峰议员或是崇拜 或是佩服等等 甚至于有女歌手 影会表达爱慕 整个典礼计划 大概在两个多小时左右 巡查室接任大典 已经进入尾声 罗逸元 罗逸元座位后面传来声音 嗯 罗峰疑惑转头 后面席位上 一名花白头发老者微笑道 是我 刘燕 刘老 你这是 罗峰清晰记得 座位安排的时候 自己后面不是刘燕 显然刚才换了座 罗逸元 你还记得 在进入九号古文明遗迹之前 曾经让我们帮忙寻找 你父母的亲人吗 刘燕说 哦 对 罗峰连点头 父亲和母亲最大的心愿 就是能够找到 许多大涅槃时期 失去联系的亲人朋友 当初自己刚担任监察室 就请人帮忙了 没想到 这转眼已经一年多过去了 这消息才姗姗来迟 你们查到了 罗峰连追问 查到了点 刘燕低声 歉意道 因为基地时的建立 许多档案遗师 查找起来 的确很难 当初我们花费不少精力在找 只是中途 罗峰连在九号古文明遗迹 一直没出来 这项工作就暂时停止 直至前 回头 我将资料传给罗逸元 刘燕笑着说 果然 当年大涅槃时期 虽然死了很多人 可是父母的亲戚也有不少 不太可能全部死光 现在果然查出了两家人父母之道后 一定会很激动 各位嘉宾 现在就是这次典礼最重要的时刻 有请罗峰一员 主持人高声喊道 罗峰连起身 在音乐声中 在整个会议厅来自全球的众人注视下 走上前台主持人向罗峰微微欠身 随即继续说 下面 我们还要请出我们全球第一人 我们极限武馆的总管主 红亲自任命罗峰先生 为极限武馆第六位巡察室 顿时下面掌声不断 一身黑衣的红走上前台 红站在罗峰身前 管主罗峰看住红 红微微一翻手 手中凭空出现 象征住巡察室特权的极限巡察令 当红仔细看罗峰的时候 不由微微一惊 罗峰 你突破了 在台下诸多 强者注视下 红 罗峰身体周围空间微微扭曲 完全隔绝声音 刚突破不久 罗峰回答笑道 行星级精神念诗 飞行速度非常快 你又有顿天缩 速度应该更惊人 速度达到多少 红双眸发亮 管主 什么行星级 罗峰故作好奇道 等一下再跟你说 红追问道 你现在飞行速度多少 罗峰也不隐瞒 超过2400公尺每秒 呼 超过2400公尺每秒 比第四一掌 伊斯特快多了 在空中飞行速度 地球上 你排第三 仅仅比我和雷神 差点红微微点头 等着典礼过后 你就准备跟我去误导吧 你现在速度 保命 是没问题的 误导 罗峰更加疑惑 典礼之后再说 说着 红将手中那块极限巡查令 递给罗峰 罗峰 郑重接过 自此 罗峰便是极限武馆 六大巡查室之一 第209章 驻扎误导 典礼结束后 极限武馆全球总部 那巨型太空船 建筑内的金属通道中 黑衣男子红在前 罗峰在其身后侧跟随 咔哒 金属门自动打开 红 罗峰二人走过后 这金属门又自动关闭 罗峰 你第一次见到我 极限武馆总部 是不是怀疑过 这巨型飞船建筑 是真飞船 还是模拟的飞船 黑衣男子红开口道 罗峰微微一正 便说 我猜测过 不过只是有一丝怀疑而已 我告诉你 这是一艘真的 星际飞船 红说 真的 罗峰不由惊讶 观察走廊通道 而此刻 红却已经步入了 一间密室当中 罗峰跟随进入 密室内只有一大型显示器 这是一艘损坏的 星际战舰 红表情平静 当年我发现它的时候 它就已经损坏 无法再飞入宇宙了 不过 这星际战舰 就算是一个空壳 防御程度 也远远超过地球上 其他任何基地式建筑 后来我有能力了 我就将它从地底弄出来 以星际战舰 为我极限无关总部 就算是雷射炮 也休想攻破星际战舰 红纸箱显示屏 顿时 显示屏亮起 浮现了宇宙星空画面 这宇宙 并非我们地球 不少普通人认为的 那般简简单单 我们地球人类 有时候很自大 连陆地上各种动物 植物种类 很多都没发现 海洋中更是有 无数动植物没发现 也就说 连地球本身 很多都没搞明白 就有人自信十足地说 宇宙中没有其他智慧生命 只有人类一种生命 你说可笑不可笑 红看向罗锋 罗锋微微点头 的确 古时候人类认为 大地是平的 后来才知道 世界世源的 古时候人类认为 地球为中心 太阳是绕着地球转的 后来渐渐的 才知道 原来地球是绕着太阳转 人类总是会明白一点的时候 就自认为全部掌握 直到后来 才发现过去错的何等离谱 连地球本身许多物种 许多道理都没搞明白 就凭集一些浅显的原理 判定银河系 判定更大范围内 仅有人类一种智慧生命 很武断 很可笑 无尽的海洋 人类就有很多没有探索到 而宇宙比海洋广阔了 不知道多少倍 亿亿倍 亿亿万倍 远远不止 无限的宇宙 岂是局限在地球上的人类 所能判定的 这不就等同于 坐在井底的青蛙 以为天空就跟井口一样大 红摇头 宇宙中的文明 种族复杂无比 也神秘无比 罗峰 舞者 精神念是真正的分级 你看屏幕吧 红指向荧幕 荧幕上顿时浮现了详细的舞者 精神念是级别 学徒级 行星级 恒星级 宇宙级 每一级都分为九阶 并且荧幕上的视频 也描述出行星级强者 恒星级强者 乃至于宇宙级强者的实力 给记录出来 天啊 罗峰 完全惊呆了 从光头水晶人那 知道宇宙级强者很可怕 可看影片 感觉明显不一样 一座城市就这么灰焚烟灭了 陨石 那是什么 白矮星 罗峰惊愕看住影片上的一颗 白赤色星球 影片中正记录住一颗白赤色星球上 两名强大武者 降落在这颗星球上 彼此厮杀 影片旁边还有文字介绍 那是一颗地面引力 达到地球三亿倍的白矮星 引力是三亿倍啊 罗峰在精英训练营的古文明 遗迹重力时 最高才一千倍 跟三亿倍 不知道差多少 三亿倍 这不简简单单是个数字 这般恐怖的引力下 连原子都会压碎的 按照地球人类的理论 人类是不可能活生生在白矮星上战斗的 白矮星上战斗 不可思议吧 不过人体真正的奥秘 岂是地球上那些科学能够研究透的 他们能想象 人类内会有一颗微型星球 会产生磁场 一个体重才几百公斤的 一拳砸出数千吨上万吨的力量 这符合地球所谓的科学吗 红淡淡道 欲是研究的深 欲是会发现自己的无知 罗锋很赞同这句话 这一段视频 完全将罗锋震撼了 光头水晶人说的再多 也不及一部影片震撼人 这就是宇宙级强者战斗的视频 我得到的唯一一部 记录宇宙级强者战斗的视频 红看住视频 目光中有着一丝向往 宇宙级强者 能够横渡宇宙 肉身跟宇宙星际战舰战斗 甚至于在白矮星上生存 一名宇宙级强者 可以彭扶吃饭一样 轻易将地球人类全部灭绝 行星级强者 在宇宙中 勉强能混个保镖 当个打手 也就混口饭吃 恒星级强者 才算得上大人物 宇宙级强者 那才是真正的 堪称土皇帝的人物 随便加入一个宇宙国度 可以拥有大量行星领地 控制上千亿的子民 红声音虽然听起来很平静 却阴阴有着一丝颤抖 只是这一丝颤抖 几乎无法察觉 红转头看向罗锋 罗锋正目光炽热地看住视频 自己哪天能在三亿倍的重力下战斗 不过赵光头水晶人说的 无数星球中 才诞生一个宇宙级强者罢了 罗锋红低沉道 管主罗锋看向红 你的脑域扩度很高 虽然我没有手段完全测试出来 不过九号古文明遗迹 你的经历 也证明了这一点 红低沉道 你的精神念识天赋 或许在茫茫宇宙中不算什么 可至少地球上 你的精神念识天赋是第一 红盯着罗锋 我和雷神 是舞者天赋最高的我和他 是地球上最强的两个人 你精神念识天赋是地球第一 我也希望你不要有一丝松懈 千万别因为在地球上功成名就了 就沾沾自喜 在茫茫宇宙中 我们地球人类 只是一颗行星 上得土著罢了 地球的地位 需要靠我们去奋斗 甚至于将来地球人类的命运 也是靠我们 红盯着罗锋 罗锋重重点头 明白 管主 此刻 罗锋终于明白 为什么红和雷神 已经比其他人强了那么多 依旧在不断进步 丝毫不松懈 当天 红就带着罗锋 乘坐各自智慧战机 前往澳洲大陆的误导 虽然罗锋得到了 刘燕寄来的亲戚的资料 不过现在父亲身体还没好 根本没办法到远方探亲 而这资料一旦被父母知道 父母恐怕一时半刻都等不了 所以罗锋暂时没将资料给父母 等等吧 等父亲身体好些再告诉 不迟已经等待二十多年 不差这半年 一架血红色三角形战机在前 一架深蓝色三角形战机跟随 罗锋 红 雷神三人都待在血红色三角形战机内 误导到了 红说 机舱内三维虚拟投影 早就将下面的景色完全显示出来 罗锋看住下方那方圆百里的大型湖泊 这大型湖泊周围 有大量的飞碟战机 三角形战机等等 甚至于还有一些正在建设的驻扎基地 罗锋不由吃了一惊 管主 这是误导 当然是误导红点头 可是 可是 罗锋看住三位虚拟投影中显示的误导 惊恶不已 这误导湖泊 已经没有误了 甚至于连湖泊中央的岛屿也消失不见了 只剩下白茫茫的一片湖泊 没有误 没有湖心岛 这是当初自己来的误导吗 坐标是对的 罗锋看了一下通讯手表上的坐标 更加震惊 自从误导中那长腾生命被我收走 那误导中的误气就消散了 红说道 至于那岛屿 在不久之前的一场大战 将整个岛屿都毁掉了 至少岛屿的表层被毁掉了 至于岛屿更深处都被水淹没了 毁掉一座岛屿 罗锋心中暗惊 什么样的战斗 才能毁掉方圆实力的岛屿 恐怕最起码也是那长腾生命等级战斗吧 罗锋 旁边的白袍雷神指着白茫茫一片的浩瀚湖泊 这误导湖泊 很诡异里面有着大量的水域怪兽 数量很多 实力很强 而且 其中还有一头有着13个绵长触手的可怕怪兽 是我们发现的地球上第三头怪兽皇者 怪兽皇者 罗锋不敢相信 那湖泊 自己可曾经无比的亲近 差点小命都完掉 如果有比王级怪兽更可怕的怪兽皇者 自己早就没命了 这雾岛很奇特 红野郑重到 一个小小岛屿 就诞生了大量草木之灵 还能诞生长腾生命那种可怕存在 除了这些 水域中怪兽领主密度 比海洋中都高的多 还存在一头怪兽皇者 长腾生命 诸多草木之灵 怪兽皇者都聚集在这里 地球上几乎各方势力 都认定这里有七宝 毕竟前几次古文明遗迹发现 也没这么夸张过这次的发现 恐怕是惊天动地的 红指着三维虚拟投影湖泊周围 你看 那些飞碟战机 那些驻扎基地都是五大强国 各大基地是势力 还有一些一员强者 甚至于在雾岛湖泊周围 雷射炮就超过20架 红看向罗锋 罗锋显然有些吃惊 能击杀王级怪兽的雷射炮 超过20架在这 谁能拿到宝物 就看运气了 红吩咐道 你如果没兴趣可以回去 有兴趣就驻扎在雾岛周围 不过 我可没地方招待你 你回你的智能战机去吧 是 罗锋点点头 直接朝外面走去 记住 如果碰到那头怪兽黄者 别硬碰 靠你的飞行速度 桃源点 红吩咐一声 罗锋就走出了舱门 跳下战机 落在无尽荒野中 看住眼前一望无际的湖泊 和一年多前相比 这里变化太大了 所谓的雾已经完全没了 雾岛 你到底隐藏了什么 引起整个地球所有势力的关注 罗锋感慨一声 便转头朝自己的深蓝色 智能战机走去 红 雷神他们都在 就算真有气宝 我想得到几乎不太现实 我还是在一边看戏 同时将顿天梭第一形态 第二层学会再说 罗锋也不贪婪 人贵在自知 五大强国 各大基地市 两大馆主齐聚 还有怪兽黄者在其中 他罗锋凭什么去躲 第210章 地底3500公尺 智慧战机悬浮在高空 罗锋从高空俯瞰 一架架小型战机 分散在方圆百里 湖泊岸旁各地 或是架设雷射炮 或架设一些特殊的侦测仪器 监测仪器 大量工作人员 在一群舞者保护下 进行他们的工作 同时靠近湖泊的数十里范围内 几乎看不到一头活的怪兽 除了这些小型战机外 还有6架超大型的飞碟形状客机 全世界各国都安排了多少人马 罗锋唏嘘感叹 国家号召力就是不一样 一声令下 各种设备 各种精英都立刻调配过来 指挥中心 指挥中心 我是03 我是03 一切正常 一切正常 指挥中心 指挥中心 我是08 我是08 方向调整完毕 方向调整完毕 大量讯息迅速传到指挥中心 一架旁浮鲜血染红的巨型飞碟客机 停在湖泊岸旁 1500公尺处 这正是误导湖泊争夺战中 华夏国人马再次的驻扎基地 也就是指挥中心 浩浩荡荡的湖泊岸旁 一共分散着6架体型巨大的飞碟型客机 分别来自华夏国 苏俄国 印度国 美利坚 欧盟国 H2联盟这种大型飞碟客机 造价极为昂贵 一般基地是都造不起 舍不得造 而这一次 五大强国和H2联盟都调用一架巨型飞碟客机 停在湖泊岸旁 当作驻扎基地 防御高 机动性强 的确是最佳基地 我还是认认真真 将顿天梭第二层练好 罗峰饶有兴趣 一边观看下方事态发展 一边准备开始修炼 忽然手臂上辅助光脑微微震动 喂 你好 罗峰接通电话 我是贾易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 邀请罗峰议员见见面 略显柔和的声音响起 贾易 你现在在 罗峰心中微微移动 罗峰你在半空中 应该能看到雾岛湖泊岸旁 一共有六架大型飞碟客机吧 其中血红色的那架 就是我们华夏国再次的驻扎基地 我在里面 我已经安排人们 到基地门口迎接你了 贾易很热情 我马上到 罗峰直接飞出智慧战机 朝下方的那架 血红色巨型飞碟客机飞去 测试战斗力 学徒级九阶以上 显示罗峰将辅助光脑 对向下方的飞碟客机 顿时 护壁光脑荧幕上 浮现一连串讯息 哦 四名一员 高等战神十二名 我滑下一方 实力挺强的马 罗峰暗自有些惊查 罗峰飞行落在飞碟客机门口 一名面容娇好的美貌女子 微微欠身 罗一元 请跟我来 跟随着迎兵女子 进入飞碟客机的走廊上 迎兵女子连说道 这一条走廊 已经被改造成激光通道 但凡有外人擅自闯入 将会被直接射杀 稍等一下 滴 滴 滴 原本走廊通道上方的红色警示灯 响了三声 熄灭 总指挥他们在顶层舱内 迎兵女子指着楼梯 罗峰抬头看去 楼梯尽头的顶层 金属门关闭 门口站着两名战神级守卫 看门的都是战神 罗峰心中暗自感慨 见过罗一元 两人微微躬身 哗 金属门开启 罗峰 直接步入其中 这顶层圆形大厅内 已经被完全改造 没有一般客机的座椅 而是安装了 全球最先进的诸多设备 甚至于一些 从古文明遗迹中 发掘出的设备 都安装上来 在圆形大厅中央位置 是微微凸起的 圆形狼台 圆形金属狼台上 站着四名穿住 做战俘的舞者 看年纪都不小了 连其中有一个 头发都白了 罗峰 罗一元 这四人都热情笑着走过来 其中为首的 个子最精瘦的中年人 更是笑道 罗峰 你突破了 哦 前几天才刚突破 罗峰点头道 显然是自己之前 玉空飞行过来 另那四位议员都知道 自己已经正式 跨入议员级 顿时连态度 都完全不一样了 过去议员们 对罗峰并不是太尊重 可罗峰一突破 为突破 就能击杀李耀 一突破 那还了得 绝对是议员中的强者 大家怎么可能不热情 贾一先生 自从知道 贾一员的一些事迹 就一直很想见见你上次 我接任巡查时 那次没看到贾一先生 这次总算如愿了 罗峰笑道 这并非恭维 自从身份提高 可以看到很多人的档案后 特别是看到贾一的档案 罗峰就一直有点敬佩着人 贾一很有传奇性 贾一的父亲 爷爷都是军人 甚至于贾一的老太爷 曾经打过八年抗战 抗美援朝 这是一个军人家族 而贾一因为从小体弱多病 发育不够 身体瘦小 可是大涅槃时期 就是贾一 一次次上演传奇性的大救赎 当初逃难的华夏子民 超过千万人被他拯救 大涅槃时期 武者修炼没成系统 可就这样 贾一硬是成为军方第一位 超越战神的存在 在基地式建立时期 功劳更是大 他一直是军方的骄傲 特别是成为超越战神的存在后 贾一毫不犹豫 依旧绝对忠诚于国家 数十年的功劳 被他拯救的人 直接的有千万人间接的更多 如此功劳 加上实力 令贾一成为现任军委副主席 论实权 在华夏国绝对排前三名算是华夏国军方 真正的领袖级人物 行星级二届 如果贾一是生活在我这个年代 有人指导的修炼 估计成就更高 罗锋很佩服此人 就佩服他在大涅槃时期 华夏国子民逃难时 拯救千万人的功绩 哈哈 我也是很想见见我们华夏国新一代的天才武者 贾一微笑道 来 我旁边这三位 你认识吧 朱一元 拓跋一元 邓一元 罗锋微笑道 那三位一元也微笑住硬鹤 罗锋看向圆形大厅 大厅内的仪器非常的多 很多自己见都没见过 忍不住赞叹道 看工艺风格 很奇特 不像是我们地球制造的仪器吧 一些古文明遗迹中发掘出的仪器 贾一指向其中的一块大屏幕 贺令道 将雾岛湖泊探测传递过来 是 总指挥 顿时荧幕亮起 荧幕上出现了雾岛湖泊 湖泊内部无数的复杂影子 这些影子 都是水域怪兽 罗锋好奇看住这画面 厉害 整个湖泊内的怪兽全部侦测到 也不难 五大强国都做得到 贾一走到荧幕面前 指着荧幕 你看 这雾岛湖泊平均深度在三百米左右 最深处近前米 不过 那头怪兽黄者 却不在湖泊内 下探三千五百公尺 贾一下令 荧幕上图形变换 一直延伸到地底三千五百公尺 这是 罗锋瞪大眼睛 大吃一惊 这就是兽黄 被我们命名为触手兽 假意指着荧幕上的一个模糊影子 那影子体型极其巨大 要知道整个荧幕探测地面深度达到三千五百米 可是那影子的宽度竟然占据大半的荧幕 可见其体积 兽黄触手兽 一共有十三个触手 每个触手长度在一千五百米左右 假意指着影子 你看 它还顶着一个类似于龟壳的玩意 可以在瞬间 将十三个触手都收缩到龟壳内 不单单如此 它具有触手类怪物的一个相似特征 斩断它一截触手 还能迅速再长出来假意摇头 这误导我们已经监察好几天了 可是根本没发现所谓的藏宝 秘密 主要是这兽黄在地底 我们不敢下去 罗锋微微点头 进地底杀兽黄 做梦 前几天 红就下去过一次 斩断两截触手 就被这只怪物给逃掉了 假意看向罗锋 露出笑容 中宝出现一般都很特殊 想要得到也是看运气论实力 红一个人就超过所有议员联手 可是运气嘛 罗锋 你愿不愿加入我们 帮我划下一把假意看住罗锋 其他三名议员也看住罗锋 罗锋一正 这假意太会车虎皮了吧 来误导湖泊夺宝 竟然用祖国大意来拉拢罗锋 如果真的是祖国有困难 罗锋当然会帮忙 只是这件事 假意先生 很抱歉管主他就在这 我也不太好和管主作对 罗锋尴尬一笑 我还有事 就先告辞了 既然拒绝别人 罗锋就不好在这待太久 假意见状 微笑道 没关系这些日子 我们都在这里 有时候经常过来聊聊行 罗锋微微一笑 包括 假意 在内的四位议员 亲自送罗锋离开 当他们看到罗锋 欲空飞行 罗锋 在他们心中 地位就上升了一大减 走出驻扎基地舱门 外头狂风呼啸 荒野杂草低伏 所有人员注意 我极限武管管主红 即将进入雾岛湖泊 欲要一举杀死兽皇 防止被波及身死 所有非议员强者 立即进入各自驻扎基地 议员级强者 也切勿在湖泊上空 小心被波及声音 如滚滚雷声 传递在数百里范围内 罗锋抬头看去 高空中一身黑衣喊话的 正是轻微冰山 管主要去杀兽皇 罗锋不由震惊 什么 红要杀兽皇 罗锋身后的假意 等四名议员大吃一惊 嗖 嗖 嗖 只见湖泊暗旁 一名名一级强者都欲空飞起